第1561章谁才自投罗网 虽然秦锋现在还是吕成天的模样 但手中的天地轻易建议代表了他真实的身份 不过妖祖护法门似乎根本就不在乎吕成天被杀还是被俘 甚至都没有人质问秦锋是否杀死了吕成天 甚至可能在他们的潜意识看来 吕成天如果被秦锋杀了 那就杀了好了 如果他没有被秦锋所杀 仅仅凭借秦锋通过他的身份在妖族大营畅通无阻 就足以狠狠惩罚他了 这投驴妖尊的近况 居然比这别尊者还要惨 秦锋 你以为我们为什么完全都不来防守这核心阵眼 巴罗萨冷笑道 因为这妖天镇压大战的核心阵眼 本来就是妖族天道的一部分 你区区一个人族武者 难道还能击碎妖族天道不成 凭天尊者手舞大斧 瘟声冷笑 哈哈哈哈 狂犬废日 不自量力 秦锋看向一副瘟中桌边模样的众多妖族护法 一声冷笑 正好你们都在 也省得我在一个个去讨你们的狗命了 看到秦锋不但没有惊慌 反而在稍稍吃惊之后 冷静地怕人 众多妖族护法皆是不知秦锋 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巴罗萨咆哮道 秦锋 就算你有援军 有后手 也根本没有用的 在这妖天镇压大阵之内 你有死无生 凭天尊者冷笑道 等到你调动出来的武力耗尽 你连玉空飞行都无法保持 你想打败我们 就是痴人说梦 虎妖修炼成的小天尊者 不怀好一地的一冷笑道 你在中土时 仗着狗天道偏袒你 一个境地压制我们 今日也要你常常天道压制 生不如死 举世皆迪的滋味 秦锋却是手握天地轻玉剑 冷笑一声 举世皆迪 那又如何 秋要多言 来战吧 令所有人吃惊的 秦锋居然在绝对烈士的情况下 朝着七名妖族护法主动发起了进攻 左手天地轻玉剑 右手却武邪剑 两道剑影 一道如青穷 一道如长夜 静止朝着叫嚣得最凶的平天尊者斩去 流妖修炼成的平天尊者 看到秦锋居然对自己全力出手 但他当即冷笑 你以为这是在中土人界吗 你的力量根本 不值一提 可是下一秒 星域剑影掠过 静止将他格挡过来的战斧一批为二 剑上传递出来的强大冲力 瞬间让平天尊者握住战斧的右臂如遭电击 瞬间马木 这 这么强 秦锋的剑逝去却没有丝毫的阻滞 直朝平天尊者的胳膊上斩下 平天尊者灯石下的亡魂直冒 身体几乎就靠着野兽求生的本能向后一缩 啊 剑飞引过 一枚被用金玉装饰的牛角 直接飞了出来 在半空之中就因为难以承受剑上爆炸出来的力量而粉粉碎碎 连细血都没有留下 嘶 居然这么强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若不是平天尊者躲闪的快 秦锋的轻欲剑势削断的绝对不仅仅只是平天尊者右侧的牛角 至少也是他的一条右手胳膊 就在众人震惊之时 秦锋的缺武剑气又道 弄毙一声骨肉粉碎的脆响 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平天尊者的右臂已是在一大棚爆裂的鲜血之中被齐根斩断 他在轻欲剑势下逃过一劫 却不曾想到 秦锋两道剑气 左右开弓 如影随形 依旧斩下了他的右臂 平天尊者当时向下了气的皮球 捂住被齐根斩断的右臂 退到了巴罗萨尊者的身后 一次出手就斩下了平天尊者的一条胳膊 虽然妖祖护法不会缺少生生果 即便已经使用过了一次 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密法恢复被斩断的肢体 但对于身体底蕴的伤害 对修为的组织都会十分明显 也就是说 平天尊者即便不会残废 也是在秦锋的手下吃了天大的亏 秦锋这已经不是先生夺人 而是直接振折住了之前想要对他为而兼之的其他妖祖护法门 秦锋不应该被妖天镇压大镇压制的武力 面里都运转不灵了吗 怎么 怎么会感觉比他在中途时还要强 之前还嘲讽叫嚣秦锋的小天尊者 更是吓得面如土色 隐隐向巴罗萨尊者后退靠拢 巴罗萨尊者 这 这妖天镇压大镇该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巴罗萨看了秦锋一眼 虽然心内如惊涛骇浪一般 脸上却依旧强作镇定到 无妨 他应该是事先调用 储备了一些武力 在这妖天镇压大镇下 他武力运转的速度几乎停滞 他现在已经是困兽之斗 一旦他提前调用的武力消耗殆尽 他连玉空都难以保持 出到这里 巴罗萨当即下令道 一起动手 耗尽他的武力 血淹真万里 巴罗萨手中 血气光芒之中 无数天狼星光聚拢至他的掌心 瞬间凝固化为一柄足以贯穿天地的血淹长矛 脱手而出 静止朝着秦锋直去 天妖裂空斩 一头通体漆黑的妖祖护法 力爪裂空 欲天而下 刺魂夺破妖帘 身影未到 一道比身躯还要大上百倍的漆黑鬼帘 已如死神之帘 狠狠朝着秦锋砸落 正是笑天尊者出手了 无常妖杀 那名妖祖护法出手 转瞬之间 已不知急出了多少次攻击 阴阳黄龙斩 身具龙族血统 吞吐出的阴阳二气 连成一片 化为两条翱翔妖龙 抗龙有悔 与此同时 另外一头拥有黄血的妖祖护法 身影裂空 浑身浴火 合集出手 当即另外六名妖尊护法 除了已被断一臂的平天尊者 已是一起对秦锋出手 秦锋面对六名妖尊的奇功 竟是按兵不动 丝毫无惧 只是这样的一高人胆大 落在了妖祖护法们的眼中就变成了 秦锋 现在知道妖界天道压制的厉害了吧 巴罗萨还以为秦锋是受到了妖界天道的压制 此时武力耗尽而动弹不得 更是欲发第四亿大胆抢来 只可惜你现在知道 已经太迟了 第1562章下的是谁 巴罗萨叫嚷着 血烟长毛在先 静止朝着旋立于半空中的秦锋次来 但此时 纹丝不动的秦锋 嘴角挂上了一丝冷笑 在他宽大的衣袖之中 神闻道自觉在妖族天道的压制之下 终于艰难燃尽 磅驳如海的武力 如天穷般深邃的念力 灯使疯狂地注入到丹田之中 储存着四枚天妖圣血的丹田猎戏之中 猎杀 现在正是开始了 秦锋 堂堂中土人族强者 竟是冲天而笑 发出了一声比野兽还要可怖的咆哮 比妖族护法门还要强大的气血 生疼而起 化为滚滚妖力缠绕而上 一条条妖力化出的妖龙争獰 就这样真实地飞舞在了秦锋的身后 75条藤胶之力 化为75条妖龙之力 拥有75条妖龙之力的人族 这样近乎天方夜谭的画面 真实地展现在了七名妖族护法 以及无数妖族精锐的面前 这 这怎么可能 就在妖族护法门面面相去的刹那 秦锋 丝声而吼 75条妖龙之力的加持之下 秦锋 当时浑身气血之力沸腾 身体如包裹在了熊熊烈火之中 旋即 秦锋 右手的缺五剑上 赤焰灼 身后一声龙笑语无声处乍响 猎龙妖斩 天妖套铁的秘传绝技 套铁妖国的斗技 此时在秦锋一个人族的手中 完美再现 剑影灼灼如火 化为赤焰抗龙 猛然朝着巴罗萨的血烟长矛逆势而上 砰 猎龙妖斩于血烟长矛 在妖族大营的上方 如雷霆天火 剧烈碰撞 升震万里 秦锋以妖力化出的套铁妖龙 与巴罗萨以天狼心力化出的血烟长矛 竟是对状一记 各子虚无化为粉碎 居然是平分秋色 如果在中途 秦锋与巴罗萨斗成平手 这代表秦锋的实力衰弱了 因为巴罗萨受到中途天道的压制 根本无法发挥完整的实力 但此时此刻 在妖界之中 巴罗萨的主场之上 他奋力的一级 居然也只是与秦锋平分秋色 斗个平手 这对于妖祖最强弟子的巴罗萨 震惊程度丝毫不雅于 落成惨败对他的打击 这怎么可能 秦锋此时却是越战越勇 在天妖狂血的激发之下 嚣张笑道 我的力量绝不局限于此 轰 秦锋周身真的没入在了熊熊烈焰之中 正是穷奇妖国的不传秘籍 天妖斗战诀中的记载的 天妖穷奇秘术 浴火神区 九色真火缠绕周身 秦锋瞬间赶到妖界天道 对自己的重压彻底消失 也就是说 妖界天道认可了秦锋 作为天妖传承者的身份 不再限制他对妖力和妖际的使用了 面对攻来的其他妖祖护法的攻击 秦锋冷冷一笑 竟是收起天地清御剑和缺武剑 不躲不避 竟止一拳轰了上去 看到秦锋这样鲁莽地冲上来 后面的几名妖祖护法登时大喜 然而 平 拳头之上缠绕的九色烈焰 瞬间灼烧粉碎了爆妖尊以利爪 踢出的天妖烈空斩 拳击 那一双拳头在浴火身躯的加持之下 如一气破万法的神兵一般 接连粉碎破掉搜魂夺破妖莲 无偿妖杀阴阳黄龙斩等其他妖祖护法的攻杀大树 带到黄血妖尊的烈焰拍击在秦锋的铁拳之上时 拳头之上的九色赤焰终于散开 黄血妖祖护法心内更是狂喜起来 人族舞者的身体素质弱于妖族不是一星半点 这么近的距离肉搏 那只有两个字送给人族的战士 找死 他身影一个闪烁 当即一指静止戳向秦锋毫无防备的咽喉 绝命一指 可就在这时 喷 黄血妖祖护法当时感到自己被一辆天地战车撞中了一般 狂喷一口鲜血 五脏六腑都要一味了 只见拳头的铁拳 静止轰在他的胸膛之上 拳径轰碎铠甲 重重垂在了他的身体上 一团血物混杂着玉珠般的妖尊之血 爆裂而出 扑洒而下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居然一个人足 可以赤手空拳 在没有任何功法的加持之下 以拳轰伤腰尊大圆满静 几乎登峰造极的强者 而且不是轻伤 还是经断骨折的重伤 这还是人吗 就算是洪荒巨兽 也不过如此吧 啊 这黄血护法竟是狂性大发 自知已经重创 戳向秦峰喉咙的一指 竟是没有回海 结结实实 真真切切地戳在了秦峰的喉咙之上 黄血护法寒怒忍痛出手 又是运用了将周身力量聚集于一指的绝命一指技巧 这一级的力度可想而知 别说是人体中最脆弱的咽喉要害 就算是一件至尊灵宝 都要被戳得粉碎 可就在这时 更加叫妖祖护法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幕出现了 秦峰的咽喉之上 阵阵清光闪烁 原本如人族的皮肤 灯石如琉璃一般 闪烁起了妖艺的青色 清光闪烁之后 戳在秦峰咽喉上的手指 就好像点在了最坚固的岩层之上 居然难以寸进 正是真武圣外的被动特性 也是连武帝都没有的最新特性 天帝战体 清天流理体 拥有者主动发动 可以用念力抵消实力伤害 还可以让身躯强化的 堪比天帝清玉剑这般的天外天宝器 黄穴护法的绝命意志确实厉害 但如果戳在了天帝清玉剑这样的天外天宝器之上 那简直就是以卵及时 下一秒 砰 秦峰左拳抵住黄穴护法的腹部 闪耀着青色光泽的右拳 净直一记勾拳 黄穴护法只看到眼前的拳头越来越大 旋即整个视线都彻底炸裂了开来 令所有妖族 甚至是妖族护法不寒而栗的一幕出现了 这么近距离的贴身肉搏 在双方都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 秦峰以右拳直接轰爆了黄穴护法的脑袋 一个人族舞者 居然有这样可怖的蛮力和肉体强度 可以一拳直接轰爆妖尊的脑袋 难道不应该是反过来 才显得正常一些吗 就在这时 从黄穴护法无头的身体里 墨地挣扎着飞出一头沾满鲜血的小凤凰 哀嚎着向后退去 那小凤凰浑身没有羽毛 像是扒光了毛的小鸡 显然是黄穴护法拿来保命的手段 但他一尊肉身已被秦峰毁了 就算侥幸有机会可以重修 没个数百年功夫 也绝对不可能回到如今的实力 秦峰此时却是收回拳头 信手就拎住黄穴护法的无头尸身 直接扔进了自己的虚拟戒指里 这头妖祖护法身体里有黄穴 正是九死神黄五脉的风七月最好的断体材料 秦峰当然不可能抱舔天物 但这一句还温热着的妖祖护法肉身 在秦峰眼里也就勉强算是一件物而已 看到黄穴护法的惨状 众妖皆是心有七七 秦峰却是双手搭在一起 看向众多妖祖护法 冷笑 好了 下一个是谁 第1563张妖祖有令 撤 刚才还是一头强势无比的黄穴护法 转眼就变成了一只狼狈地像被脱了毛的小鸡 最关键的是 秦峰在斩杀一头妖祖护法之后 竟是丝毫无损 这肉身的要强横到什么样的程度 关键这不是在中途 这是在妖阶啊 巴罗萨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说好了是等秦峰自投罗网 怎么在中妖祖护法的合围之下 居然是这样一个情况 一个肉身背斩 一个手臂背斩 这才刚刚两个照面而已 秦峰的要强大到什么样的情况 是这妖天镇压大阵出了什么差错 还是秦峰又有了什么不知道的后手 巴罗萨盯住面前的秦峰 似是要将秦峰的灵魂都给看穿一般 他清楚地知道 妖天镇压大阵不可能有问题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秦峰又突破了 而且还拥有了他所不知道的手段 要说骑虎难下 讲的就是现在妖祖护法围攻秦峰时的状态 继续进攻 不知还要付出怎么样的伤亡 可就此收手 巴罗萨又哪里肯善罢甘休 这脸怎么拉得下来啊 对峙了短短几时席时间 巴罗萨终于低声用船音入密下令道 走 我们撤 其他的妖祖护法 一个个还都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巴罗萨大人 难道就这样算了 若是传出 我们妖祖护法围攻秦峰 结果还重伤了两人 妖祖大军的士气恐怕 就在妖祖护法与秦峰对峙的同时 忽帝一声烈响 仿佛妖界的天穷开了一个口子 比起秦峰传颂至妖界来时 更加辉弘耀眼的光束自列系点而降 惊奇遍布 仁侯马斯 都从剑散的光滑之中显露出来 还沉浸在对秦峰实力震惊中的妖祖精锐 顿时猝不及防 被杀得措手不及 眼见人族大军杀到 另外几名妖祖护法却是不经反喜 甚至是大喜过望 秦峰就算可以不受妖天镇压大阵的影响 他这些手下却根本不可能不受影响 就算杀不了秦峰 途径他手下人族精锐 亦是亦装不会赔本的买卖 真乃天赐良机 我等赶紧出手 不只是妖族震惊 秦峰自己也是吃了一惊 他明明与周渝钦约定的是 卯时禁军接应 此时天还没亮 明显人族大军来早了 我等护卫来迟 秦尊请恕罪 大军之中 人族将士带领招数量更多的妖族雇佣军降临 刹那之间 妖天镇压大阵之中的威压陡然暴增 竟是朝着人族大军镇压下来 该死 我的身体 怎么回事 我的武力 我的武力运转不灵了 一头冲进妖界来的众多人族舞者 当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可不压制 尤其是数量最多 实力最弱的天武者 刹那之间竟是连玉空都无法保持 一个个笨拙地如学妃的雏鸟 难以控制地朝着下方坠落下来 原本已近乎绝望 即将做鸟受散的妖族精锐 当时就像是抓到了一线生机 调转步伐 朝着裂系点的人族大军攻杀过去 坏了 秦峰心里暗较不妙 人族舞者受妖天镇压大阵影响 实力大打折扣 根本不是妖族的对手 如果妖族护法对其他人族舞者出手 岂不是 想到这里 秦峰集中生智 直接发动真武圣外的天道主宰特性 相当于秦峰一半武力的天道分身 服役出现 立刻就吸引了妖天镇压大阵的注意 原本应该倾泻在人族大军身上的威压 顿时调转火力 压制在了这一名族族有38条藤娇之力的对手身上 但经过妖天镇压大阵强化的妖界威压 岂是小可 天道分身承载的不仅是自己要承受的威压 等于还同时吸引了数百万人族大军身上的威压 刹那之间 秦峰那一尊天道分身之上 就出现了无数肉眼可见的细微裂纹 不过那些险些坠落乱军之中 死于非命的人族天舞者们 当时感到压力一清 拼命稳住身体的同时 一对扑杀过来的妖族开展了逆袭 人族强者稳住阵型 直接挡下了妖族精锐的第一波冲击 正当这时 面对寝占的其他妖族护法 巴罗萨看了一眼战场痊愈 竟再次以不容智慧的语气再重复道 妖族陛下有令 撤 他猛地抬起手来 隔空将那一枚从妖界天道中分离出来的血气球体摄取过去 刹那之间 血色天狼光滑着眼如烈日 覆盖整个在场 正与人族将士厮杀的难分难解的妖族精锐 竟是被一起裹挟进入其中 巴罗萨的龙爪收起这枚血色球体 似是自己也觉得有些不甘 看向秦峰喝道 秦峰 我们无尽堡垒剑 到时候 你将见识到 我们妖界最强的力量 话音落下 包括巴罗萨在内的妖族强者 连那之圣分身逃命的黄血护法在内 一起没入血色光球之中 化作血气长红 远远飞顿离开了 巴罗萨及妖族强者方走 秦峰的天道分身上 一声清晰的弄叉声响起 天道分身看向身边的秦峰 脸上似带一抹无悔笑意 一道裂缝从天道分身的头顶碎裂而下 刹那之间 整个分身四分五裂 化为雷霆消散开来 天道分身本就是一种灵物 显然是因为与秦峰日久 沾染了不少他的脾性 并是在承受妖天镇压大阵的重压时 就已经在粉碎的边缘了 但他依旧苦撑着 为人族大军吸引妖天镇压大阵的 妖界天道压制 这才有可能让巴罗萨 做出了秦峰有办法对付我们 这是也许吃力不讨好的错误判断 救下了人族大军的性命 诸多的人族强者见秦峰为了救自己 居然连一道分身都舍弃掉了 皆是感到十分愧疚 他们本是担心秦峰安危 好心早一些前来侧应 不想却拖了秦峰的后腿 好心做了坏事 赵日天等人正要玉空上去跟秦峰搭话 忽地空无异妖的妖族营地之内 传来了响亮的憨声 夹杂着见货的驴叫 在空空荡荡的妖族营地里 显得诡异无比 这一下秦峰自己都差点笑了起来 该不会这么大的动静 那家伙都没醒酒吧 第1564张驴肉火烧还是火烧驴肉 众人听得秦峰的话 皆是不明所以 反倒是秦峰自己飞了下去 紧接着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秦峰闲庭信步一搬进了一间银站里 手握一条绳索 就这样从一间帐篷里拖出一头穿戴着整齐铠甲 一看就地位不凡的妖族来 这 这是一头妖神 人族诸多强者面面相许 但玄机就有人推翻了之前的猜测 是个妖尊 肯定是个妖尊 你看他即便在睡觉 威压都还很强 秦尊居然赤手空拳捉了个妖尊 虽然看这样子是驴妖修炼成的妖尊 但也是妖尊啊 这可真是厉害了 我们的秦尊 阎武当时就搓着掌心笑了起来 老子还没近距离看过妖尊呢 我的上去好好瞧瞧 众人皆是沈笑道 妖尊怎么了 还不是一样的鼻子和眼睛 哪知阎武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怎么能一样呢 老子一直想看看这驴妖尊的皮 跟做恶骄的驴皮 有什么区别啊 众人大笑 只当是任由阎武去胡闹 哪知道孟小楼冷笑道 你要是不怕那妖祖护法醒来之后 扒了你这小小五圣的皮 你大可以上去捏捏它 反正你是个不怕死的 听得孟小楼说妖祖护法四个字 众人皆是私逼抽了一口冷气 秦尊居然空手补了一头妖祖护法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 阎武本来还不相信 却见孟小楼笑着说道 妖祖坐下 成天尊者 吕成天 落成之战 几元之战 你难道对他没有一点印象 孟小楼话音落下 阎武灯石像见了鬼似的 连滚带爬就要逃回去 却听得秦峰笑道 没什么好怕的 过来给我把他用领保绳索绑起来 我还得有不少情报要拷问这丝呢 吕成天只觉得脸上冰冷的要命 偏偏头脑却好像开了江湖铺子似的 根本一点都不清醒 只是迷迷糊糊地听到有度压叫的声音 我说尊主大人 你是不是一个不小心把本大爷给你准备的醉千年让他喝了啊 那可是天才地宝酿的酒 虽然好喝得不得了 真武至尊以下 喝了避醉 醉了几年都醒不过来 本大爷给你的那是上古秘方的试验品 你怎么就给他喝了呢 这得出人命 不 驴命的啊 大度压师的嗓门用万喜的语气说道 这都泼了不下二十盆凉水了 你看鸡城雨做冰水都做烦了 这驴子居然还没醒过来 肯定是喝了醉千年了 这倒霉孩子啊 瓜 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好像憨厚的狗叫声 却又带着一股立刻就要使坏的窃喜 尊主大人 要不咱们换个法子呗 不要用冰水了 本尊这里有火炎炼狱大阵的阵徒 咱们不一个呗 醒得过来是最好 醒不过来 咱们就吃驴肉火烧呗 还是现烧现吃的 哎呀不行 本尊都快要馋得流口水了 二哈一边激动地摇着尾巴 一边催促道 尊主大人 您同意就点个头 不同意就要个头 您不点头也不摇头 本尊就当您是同意了啊 要尊敬的驴肉 本尊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呢 肉肯定很紧实 要说之前驴成天的酒还没全醒的话 现在听的这两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杂毛 居然要吃烤自己的肉吃 真是气也气醒过来了 他眼眶如铃铛 灯时就蹬了起来 鬼使神拆币一句话尽是 谁告诉你 驴肉火烧是火烧驴肉了 你知道各屁 火烧是烧饼的一种 哪之二哈被这驴妖尊突然对了一句话 也是一愣 还是小灰一肚子坏水 反应又快 坏笑道 怎么 你还吃过驴肉火烧啊 要是没吃过 你怎么知道驴肉火烧不是火烧驴肉啊 被小灰对了一句 吕成天顿时就像是嘴巴被人打突了一般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低下头来 却发现自己浑身上下缠着十几道领保绳索 简直就好像是生怕不结实似的 凡是他能够想到的捆绑方式 几乎都被用上了 他再抬起头来 只见自己的面前 立着一头银法 一身白衣的擒风 擒风的左边站着一只足足顶到人膝盖的灰色大鸽子 右边则趴着一条浑身黑白两色皮毛夹杂着 竖着耳朵 有点像狼的大狗 刚才讨论要怎么吃驴肉的 显然就是这两个杂帽畜生了 吕成天环顾左右 见还是妖族迎债的帐篷样式 灯时救得尽了 大声叫了起来 秦峰 你真是好大的狗胆 你虽然孤身闯入了妖营 你在妖天镇压大镇之内 也不过是瓮中之鳖 本尊劝你事项 最好赶紧把本尊给放了 否则的话 你绝无可能活着离开此地 吕成天的话音刚落 小灰就笑得用翅膀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你怕不是喝酒喝傻了吧 千年醉的酒居然会影响智力 本大爷这就去秘方上加一条去 二哈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尊主大人 这妖祖护法怕不是个傻子吧 本尊还是第一次看到 比自己还要二的家伙啊 怎么办 好想笑啊 汪汪汪 面对吕成天不明所以的目光 秦峰知道这家伙喝酒是喝断片了 对事情的印象还停留在跟秦峰一融成的狼腰喝酒的时候 他无奈逼摇了摇头 摇头也没有用了 吕成天得意叫嚣道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域无门你自来投 李这是自己作死 自投罗网 秦峰也不与他多做解释 抬起手来 空挥一道剑指 撕拉一声 帐篷撕开一脚 吕成天登时就惊得要把自己的舌头都给吞下去了 只见原本的妖族大营之内 现在来来往往的 到处都是埋锅造饭 巡逻操练的人族将士 就算偶尔有妖族士兵走过 也都是身穿与妖界迥异的钢铁铠甲 一个个显得更加恐无有力 气度不凡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峰耸了耸肩膀 对着已经瀕临崩溃边缘的吕成天发出一剂暴击 也没怎么回事 就是你们妖界的大军逃走了 把营帝留下来了 哦 我差点忘了 秦峰指了指被五花大榜的吕成天说道 还有你 也被他们抛下来了 第1565张我受够了 吕成天看着面前的秦峰 嘴巴掌得足以吞下一颗铜鸟蛋 这 这怎么可能 我是妖族护法 我是妖界最强者之一 他们怎么可能抛弃我 妖族陛下怎么可能容许他们抛弃下我 吕成天大叫了起来 秦峰 你修要骗本座 本座不是呆子 你一定是用了什么剑步的人的手段 他又朝着秦峰脚边 笑得嘴巴都合不拢的小灰和二哈道 你们这两头杂毛畜生 肯定是幻象对吧 是你拿出来扰乱本尊心智的幻象 至于现在捆着我的绳索 一定也是假的 哼 吕成天的话还没说完 小灰就蹦起来 一脚直接瞪在了他的大嘴上 幻象你奶奶 紧急着还是觉得不解气 又抬起翅膀 噼噼啪啪 左右开弓 瞬间就把吕成天扇成了猪头 吕成天被小灰做得比血长流 哭丧着脸道 你这秃毛鸡 你等着 你等着本尊挣脱出来 本尊要把你开膛破腹 红烧 清蒸 再加上花椒和孜然粉 出话之间 呼噜一声清响 二哈很不好意思 第五柱肚皮 咽了咽口水 哎呀 不好意思 本尊居然听饿了 二哈的话音未落 小灰灯时就像是被掐了毛的攻击一般 扑扇着翅膀追着二哈又咬又啄 好在这些天 硬咬一狗的胡闹剧已上演了无数次了 大英里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 都已经见怪不怪 只有几个倒霉鬼被这两个畜生状翻在地 嘟弄着爬起来 骂上了几句 看到眼前的画面 又感受着左右边脸颊上火辣辣的痛感 吕成天终于不说话了 秦峰笑了笑说道 你要是觉得这绳索是幻象 你倒是可以挣扎着试试看 只不过 我向你担保 你一个手指头都动不了 吕成天沉默了 两久 才开口道 他们为什么要抛下我 秦峰想了想 开口解释说道 我并不知道他们转移大军离开 退往无尽堡垒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你给丢下来 秦峰见到吕成天面如死灰 全然不似刚才指高气昂的模样 一本正经地说道 也许他们以为你已经被我斩杀了 因为我的确是变成了你的样子 去试图破坏邀天镇压大阵的 当然了 这个可能性很小 因为你只要没死 你的气息他们不可能察觉不到 秦峰稍稍停顿 又说道 也有可能 他们会觉得你闹出来这么大的岔子 回去也是一死 所以把你丢下来 让你自生自灭了 当然 还有可能在他们看来 你自始至终就并非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伙伴 并非是我挑拨离间你们的关系 我只是说出了我认为可能的几个猜测而已 秦峰的话音落下 吕成天终于黯然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 未等秦峰再说什么 吕成天已是颓丧到 妖族里面也分三六九等 甚至比你们人族里分得还要细 身为女妖 哪怕我奋力修炼 用尽一切手段 成为了妖族护法 依旧还是免不了要被他们吃笑和排挤 我不敢对抗他们 因为他们会一起排挤我 而且巴罗萨也一点都看不起我 因为他的血统出身也不好 他只有不停地通过踩我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其他妖族护法也都是顺着他 狐家虎威地欺辱我 吕成天用快要哭下来的声音道 我讨好他们 给他们送东西 甚至送漂亮的女妖给他们当颅顶 他们又说我是见骨头 没骨气 我在中途熬战 为了一点战功 差点跟同渊拼得同归于尽 可结果呢 不等秦锋接话 屡成天字言自语 喋喋不休道 我出征在外 他们抢搏了我三块领地的征税权 趁着我无功而返 又让妖族收回了一块领地 最后生生果还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仿佛是数百 上千年的积怨 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这头驴妖尊尽是山然泪下 痛哭道 受够了 我真的是受够了 秦锋 落在你手里 我也没想过能再活着了 你杀了我吧 只求你给我一个体面的死法 也不要分食我的尸身 我只有这最后一点要求了 一点都不过分 对吧 秦锋看到吕成天这般模样 自然也知道他饱受了妖界之中的种族歧视之苦 天生是驴妖的出身 让他即便是取得了九成九的妖族 都无法气急地成就 成为了全妖界仅有识人的妖祖护法 他的强势 也只是针对比他实力低微的妖圣 妖神和妖尊而已 对于同样是妖祖护法的其他高贵种族 即便他付出再多的努力 都永远是低贱的蠢驴 这样的绝望甚至比人族当中的门法世家 甚至五脉品级还要无力 庶民有可能会遭遇武者的欺辱 武者又会遭遇世家的欺辱 世家弟子遇上足以掌控异国 或者世俗宗门的门法 又会被虐 门法遇到隐世宗门 或者圣财武院强者的后裔子媳 也只能自认倒霉 但是无论是门法世家 还是圣财武院 只要一个人能够拥有超群的实力 或者有足够的本事 是完全可以超越这些层级的 就比如秦峰 既非门法也非世家 如今全中土的门法 世家诸侯都要以他马首是瞻 若有圣财武院或者隐世宗门的强者 感觉自己家时代都是真武至尊 血统高贵 要来拿捏拿捏秦峰世家 那只能证明 他脑子进了水 而且还是不少的水 至于五脉 只能证明一个人先天的潜力 并不能代表他后天的努力 以及最终的成就 但妖界却完全不一样 身为驴妖 即便成为了妖祖护法 都永远是被人拿来取笑的画柄 理所应当 秦峰冷声说道 弱小种族 就算拼尽全力 提升实力到了你这样的层面 还是备受欺辱 这是难道公平吗 旅程天听的这话 目光一暗道 这是妖祖定下的规矩 是为了整个妖祖战斗力的最大化 这才压制弱小种族 同时让那些战斗力强的种族 被更强的种族压制 在危机感下拼命地提升实力 这是妖祖定下的规矩 妖祖对我有传法提息之恩 我 旅程天四世打定了主意 大声叫嚷道 我是绝对不可能背叛他的 秦峰 你若想劝想我 你最好死了这条心吧 不要枉费口舌 给我一个痛快 秦峰看到旅程天这样歇斯底里的模样 心内却是越发有了底气起来 因为他知道 一个人最缺乏什么 就会表现出什么 就好像越是没有钱的人 越害怕别人说自己没有钱 越是要打肿脸充胖子 反倒是真正负得流油的人 越害怕别人惦记自己的财产 甚至故意哭穷 旅程天对妖祖的忠诚 以及需要自己说出来 来进行坚定了 那么他的心理防线 就已经碎得差不多了 秦峰淡淡一笑 继续说道 妖祖的制度 你深受其害 难道你要去为这个制度 继续为虎作娼下去吗 让一代又一代 如你这般拼命努力向上的弱族强者 继续遭受种种不公与非难 秦峰见吕成天不说话 致他心理防线已即将崩溃 又说道 妖祖对你的授业之恩 不过是希望将你打造成他的爪牙利剑 吕族对你的养育之恩 却全无半点自私之念 秦峰抬起手来 一根手指 指指向吕成天的心口 此恩此情 孰轻孰众 你心内难道就没有一把自己的尺吗 你难道还要一代一代的弱族天才 再重蹈你的覆辙吗 秦峰话音落下 吕成天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痛哭流涕 被捆着的身躯 不停地扭动着 用头撞在地面上 只将坚硬的地面 撞出一个又一个的大坑来 然而就在这时 秦峰的手 隔空拖住了他的额头 自残与自虐 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 只会叫我觉得自己高看了你 秦峰的话 如芒刺入骨 又如当头棒喝 瞬间就让吕成天将住了 秦峰轻轻将吕成天推了回去 自己在他面前席地而做到 你一定会觉得 我不过是一个人族侵略军的首领 无非是要说服你背叛妖族来投靠我 所谓解决不公平的方法 也无非是让你驴族成为高贵的种族 去帮助我奴役其他种族 说到底 不过是换汤薄换药而已 对是不对 驴成天低着头 似是不敢说话 怕是会激怒秦峰 秦峰却正色说道 我要告诉你的是 任何妖族 都没有资格高人一等 种族无非是天赋的强弱 强族不乏弱者 弱族也有强者 凭什么弱族就要在晋升管道上处处受限 凭什么强族 不管天赋在差 也可以享受修炼资源 趾高气昂 要想撕开这个不公平的制度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吕成天鬼使神差一般难难自语道 只有击败妖族 秦峰点了点头说道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他缓缓说道 你当知道 我曾在妖界生活过 我的身体里 也有妖血 人有好坏 妖艺如是 我秦峰所生之愿所有的好人 好妖 恶安居乐业 得罪所愿 所有的恶人与恶妖 都恶有恶报 万劫不复 秦峰说到这里 抬起手来 隔空一招 所有缠绕在 吕成天身上的 灵宝锁链尽数如蟒蛇退去 全部飞回到了 秦峰手里的虚拟戒指之内 为等吕成天 从惊恶中反应过来 秦峰已是淡淡说道 你虽强如妖祖护法 却亦是妖祖制度之下的牺牲品 是继续为虎作娼 还是为弱族争出一片天地 随你自己决定 秦峰说完 站起身就走 却听得身后扑通一声温响 吕成天尽是以头点地 咚咚咚地连续撞在地上 颤声说道 我手上 亦有大量的人族血债 秦尊 你真的 真的可以对我网开一面吗 秦峰侧过身来 看向这头驴妖尊 淡淡说道 悬崖了马 浪子回头 有何不可 况且 死于你手的人族亦无法复生 你已悔过向善 将你斩杀更是无益 你若确实心有愧疚 就为了人族与妖族未来的和平 披肝力胆 奉献与生罢 秦峰言罢 吕成天咚咚咚连续扣了三个响头 声泪俱下道 秦尊 我吕成天 愿为人族与妖族和平共处 未来人人平等的愿景 万死不辞 如为此事 叫我天诛地灭 魂飞魄散 秦峰听得吕成天的誓言 却是正色说道 你既如此立誓 以后若再做出伤害人族的事情 我却要向你一并讨还之前的血债了 你当知道 无论中土还是妖界 我秦峰想杀的人 就算是逃过天穷之外 天外之天 我也必当诸之 但他又看向诚惶诚恐的吕成天道 但你若一心为人族与妖族 我以后自会将你当兄弟袍则一般 绝对不会对你差别对待 你大可放心 吕成天听得秦峰的话 也是心头暖意浓浓 连连点头 秦峰扶起他说道 吕兄 你暂且去休息一番吧 以后不要秦尊秦尊的喊了 实在是太见外了 叫我秦峰就好了 吕成天此时却是一把拉住秦峰的手 没等秦峰反应过来 已是轻声说道 秦尊 请容在下禀告一事 未等秦峰开口 吕成天已是紧张说道 事关妖族在无尽堡垒的谋算 还请您务必听我禀告 第1567章无尽堡垒 妖族阴谋 秦峰见吕成天居然主动交代情报 心内也是一喜 妖族护法门今日的撤退 实在是有一些蹊跷 因为人族大军提前到来 等于是秦峰有了不得不分心去救护的软了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优势 就算他们无法击杀秦峰 至少也可以屠杀大量的人族武者 消耗中土人族的有生力量 这样不战而走 让秦峰也感到有些不解 吕成天解释说道 之前他们确实有讨论过 如果列系点失手了 下一步该怎么做的事情 秦峰不禁问道 他们想接下来做什么 吕成天拱手说道 巴罗萨的意思 如果列系点守不住了 那就直接退到无尽堡垒 那里是妖族自书建封印修复 要凌晨废弃之后 在不远处建造出来的战斗堡垒 秦峰听到是新建的战斗堡垒 心里也算是放心了 因为他在妖界时 并不记得有无尽堡垒这样的地方 原来是新建的要塞 难道说妖祖在书建封印被我修复之后 就已经未雨绸缪 预感到 会有我濒临震摩渊的那一天了 秦峰难难自语 吕成天确实解释说道 也许如此 但也许并非如此 吕成天叹了一口气说道 妖界天道气数将近 如果去中土拼一下 也许还有几线生机 但如果留在妖界 则必死无疑 这无尽堡垒 与其说是妖祖预测到了什么 不如说是他小心谨慎的性格使然 秦峰点了点头 又问道 为什么不利用仇物妖国的帝都 跟我们对抗一番 就算是拖延时间也是好的 何必将仇物妖国拱手让给我 秦峰在妖界时 大部分的活动区域都在妖界的仇物妖国 也去过仇物妖国的帝都 城防设施虽然不怎么样 那比起普通的妖族诚实 已是好上太多了 这不符合常理 吕承天却又说道 仇物妖国上上下下 本来就因为妖族陛下诛灭 仇物妖帝满门的事情 愤愤不平 很多将领有一心 妖族也知你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朗风 当初在仇物妖国的名声极大 若要在仇物妖国继续跟您作战 仇物妖国的兵将有很大可能倒戈 所以他直接放弃整个仇物妖国 吕承天摇了摇头 妖族的意思 仇物妖国可以不在他的手里 但也绝对不能在您的手里 我听巴罗萨的话 妖族的意思 应该是要将仇物妖国的百姓 全部赶往无尽堡垒 秦峰听的这话 不禁皱起眉头来 兼必亲也 让仇物妖国的百姓为他们守城 如果妖族护法门 胁迫仇物妖国的百姓 站在城墙之上 为他们阻挡进攻的史实炮火 那秦峰的妖族讨伐军 里面几乎所有的仇物妖国士兵 肯定都没有办法下手 甚至如果妖族护法门 再卑鄙一点 还会用这些百姓的生命 胁迫妖族战士倒戈 若只是胁迫他们守城 也就算了 吕承天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巴罗萨的意思是 他抬起手来 在自己脖子上横了一下 以秦峰见惯了的大风大浪 竟是都不禁抽了一口冷气 仇物妖国就算精锐进出 都到了中途 留守的怕是有数千万百姓 何苦要都杀掉 吕承天摇头 当然不会是纯粹杀掉 乃是为了血迹 血迹 秦峰差一道 在无尽堡垒血迹 数千万仇物妖国百姓 来布下一个什么阵法 吕承天点头 不出意外 应该还是以妖天镇压大阵的核心 布下一个更强的阵法 妖天镇压大阵取自 妖界天道的核心 应该还没有损坏吧 秦峰点了点头道 那他们应该是害怕我毁坏 妖天镇压大阵的核心 所以并不敢接战 就退走了 原来是还有一个更强大的阵法 吕承天肯定地说道 无尽堡垒与其说是堡垒 不如说整个就是一件巨大的灵气 只不过人族用天地灵气催动 妖界天道已经不堪重负 就只能通过血迹的方式了 每个妖族都承载了部分的妖界天道之力 哪怕是刚出生的右妖也有 随着力量越来越强 身体里的妖界天道之力也出越强大 继而转化出其血之力 所以如果血迹数千万妖族 哪怕只是普通百姓 也足以让无尽堡垒这件灵气 发挥出超乎想象的力量 如果他们丧心病狂起来 再血迹更多的妖圣妖神 甚至是妖尊的话 甚至有可能连您都承受不住 说到这里 呂成天焦急道 就算不是为了救下仇物妖国的数千万百姓 为了中土大军不受到致命打击 您也必须要尽快赶到无尽堡垒 赶在血迹完成之前破坏他们的计划 秦峰听的这里 也是心中一惊 幸亏他降服了呂成天 知道了这的秘密 要是慢慢前进到无尽堡垒 怕是直接就要被有备而来的妖族 护法打一个措手不及 他赶紧叫来了传令军官 令天武者探查距离营地千里范围内的所有妖族城镇 全部探查 立刻回报 很快 天武镜的赤喉去而复返 千里范围之内的妖族城镇已要去楼空 呂成天焦急道 看来他们是用了什么密宝 如果只是驱赶百姓离开 不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 秦峰皱眉道 这些城镇距离我们最近 他们用密宝裹鞋百姓离开是有可能的 但我就不信了 他们能把几千万仇物妖国百姓全部带走 他当即下令道 在探周围三千里范围 发现任何妖族百姓迁徙的踪迹 或者是可疑的小谷妖族强者 直接给我传讯 秦峰又下令道 所有人稍事休息 半个时辰之后 开始急行军 传令官听的秦峰的话 当时振奋道 秦尊 我们是要一鼓作气 直接攻下仇物妖国的帝都吗 秦峰却是拽过手边的一张地图 信手画出一道指指妖灵城的直线道 不用管仇物妖国的帝都了 全军目标指指妖灵城 在传令官错恶的目光下 秦峰又补充说道 不 那里应该已经没有妖灵城了 我们的目标是 无尽堡垒 第1568章血迹妖尊大圆满 就在秦峰下令 全军朝着无尽堡垒急行军的同时 在已经废弃的妖灵城外 荒原之上 如今横贯着一座如漆黑巨兽般的堡垒 一面如水镜般的漆黑幕布之前 巴罗萨在前 其他七名妖祖护法皆是匍匐在地 根本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尤其是那头黄血护法 像是没有毛的小鸡一样 趴在最后面 尘黄尘孔 瑟瑟发抖 仿佛是那一面平静的漆黑幕布之下 隐藏着什么可不至极的东西一般 片刻之后 迅猛急风略过整个空间 巴罗萨等妖祖护法赶紧把头埋得更低了 大声音沙哑低沉 却带着无可抗拒的威严 缓缓说道 巴罗萨 你做得好 做得很好 巴罗萨听到这些话 脸上的表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却是依旧低着头说道 都是妖祖陛下安排的当 弟子只是奉命行事 仅此而已 都是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只听得黑色幕布之后 一声怒吼 整个无尽堡垒之内顿时天崩地裂 地洞山摇 强如妖尊 居然都在这威压震怒之下 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大黑幕之后的声音 目击返笑 本祖在西北边荒几乎将情封编入绝境 吸引了大部分的中土战力 你们为什么迟迟攻不下落城 大不了泰山 巴罗萨身边的小天尊者身边道 一方面是人族的抵抗比预想中的顽强 另一方面 西北边荒战事结束得太快 人族的圣财武怨又前来救援 若是可以再拖一天 必然可以 小天尊者还没说完 黑幕之后已是一道混沌气息 如有形有直 竟只砸在他的嘴巴上 哗啦 小天妖尊的满口牙齿竟是被全部打碎 捂住嘴巴 惨叫着倒飞出去 撞在了墙壁之上 呱噪 黑幕之后 妖族声音不耐烦道 本祖将数亿妖族大军交给你们 你们给了本祖什么 数亿妖族 逃回来的不到一百万 这边还死在了中土 你们就是这样指挥作战的 现在人族濒临城下 都打到祖灵渊来了 这就是你们交给本祖的答卷 这就是你们叫本祖放的心 你们就是这样让本祖放心的 妖族每咆哮一声 整个无尽堡垒就晃动一次 强大的威压 不知令多少妖族心惊胆颤 甚至肝胆剧烈 但是在暴虐之余 一股无力感 却是透过黑色幕布 难以掩饰地透露了出来 妖界之主 万妖之王的妖族 他在焦虑和担忧了 你们就这样把吕成天抛给秦峰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自己师兄弟的 妖族的话音落下 巴罗萨就解释说道 吕成天疏于防范 被秦峰潜入大营 又假扮成他 直接导致了裂系点失手 以及凭天尊者被秦峰重创 黄血尊者肉身被毁 都与他脱不了干系 这样大的罪责 就算逃回来 也要被您处决 有待他回来的天狼心力 可以多带上百名妖尊了 又何必浪费这么多力气 妖族的声音自黑幕之后传来 所以 这就是你月祖带袍 为本祖座决定的原因 巴罗萨这才赶紧趴在了地上 如龙一般的胡须 一根根垂下 趴在地面上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那你可曾想过 如果吕成天投靠了秦峰 会怎么样 巴罗萨一害 但玄机挤出几分笑容道 师尊您实在是多虑了 人族与吕成天仇恨深重 尤其是人族当中实力派的同渊 与他几乎是不共戴天之仇 就算吕成天想要投靠秦峰 投靠人族 他们也绝对不会同意的 妖族冷恒了一声 看向巴罗萨 其他的妖族护法 以及在后面捂住嘴巴 不停淹着血水的笑天尊者 冷冷说道 本组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吧 无尽堡垒在 你们在 无尽堡垒王 你们王 你们明白了吗 巴罗萨等人皆是应声道 谨遵陛下法旨 黑幕之后 妖族的声音又说道 立刻着手筹备妖月大计 为无尽堡垒充能 听得妖族的话 巴罗萨等人皆是一惊 玄疾各个额头冷汗直冒 甚至连巴罗萨的背脊星 都是冷汗直冒 小生弟问道 妖月大计 乃是要以忌挺皆引 比天狼心力更强的妖月之力 但是需要一名 至少妖尊大圆满的强者 作为忌挺 您的意思是 巴罗萨不能理解 所有的妖族护法都难以理解 还没有跟人族动手 就直接先献祭自己 加一位大圆满的妖尊 这不是自己断自己胳膊吗 这没有道理啊 除非是 正说话之间 肉身被毁 只留下元魂等待复生的黄穴尊者 陡然意识到了什么 就在他抬起头来的瞬间 道道阴风遁起 似化为有形有直的千手万丈 静止朝着他射拿过来 他眼中陡然就流露出了惊恐之色 不 黄穴尊者喊完就跳起来 撒开两条小腿就要逃跑 但那千手万丈 哪里还容许他逃脱 当时阴风鬼啸 一起朝着他射拿过来 黄穴尊者当时就意识到了 妖曰大计的祭品 不是旁人 就是他 没有任何一名妖尊大圆满 比他更加虚弱了 他已经没有价值了 或者说 他最后的价值 就是祭品 不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黄穴尊者仓促之间 猛地回过头来 一道本命谎言 拼死喷向射拿他的千手万丈 啪啪啪啪 整个大厅之内到处都是烈焰燃烧的烈响 眼看着他就要逃出生天 可就在这时 刷一道半人半龙的人影 竟只挡住了他的去路 巴罗萨大人 你放我走吧 黄穴尊者对面前如铁塔般的人影 哭诉道 我与您毕竟是师兄弟一场 我面对黄穴尊者的哀求 巴罗萨看了一眼黑幕后的人影 声音更加森冷起来 你不死 我们当中 就有一个人的死 所以你必须死 第1569章 其实 我们都是奴才 半人半龙的巴罗萨 竟只阻挡住了黄穴尊者的去路 拳击吃拉一声 无数道阴风化成的手掌从后面赶来 将黄穴腰尊撕扯成了碎片 扭曲得魂魄 夹杂在血肉之中 生腾而起 整个无尽堡垒的上方 出现了一颗巨大树木的幻影 枝条凌云 纸上细碎小花如雪 远远看去 就好像是松薄腹雪 又好像是飘散柳絮的垂柳 似幻影又似是真实 黄穴尊者的血肉 魂魄就好像是肥料一般 被这一颗接到天际的巨木抽取吸收 滑滑滑滑滑 不只是无尽堡垒 整个妖界都可以听到树叶婆娑迎风的声响 仿佛声浪一层一层以神秘的韵律激荡开来 一轮血色妖月从天狼星后着眼而出 月色妖月照耀之下 整棵大树之上 瞬间覆盖上妖翼血色 扑通扑通扑通 仿佛是妖物的心脏 强大的脉搏心跳不断跃动着 令任何听到的生物 无论是妖族还是妖兽 都感到心迹凶恩 好像一颗心脏不受控制地被带乱了节奏一般 但是狂暴的力量 透过妖月 滚滚而下 注入到了所有妖族的身体之中 持力越强的妖族 得到妖月照耀后 力量攀升的就越多 尤其是无尽堡垒核心 六名妖族护法更是实力层层突破 一条条真龙之力暴虐狂舞 让这坚固的核心大厅 竟是墙壁与地面军裂粉碎 简直让人担心 下一秒就会坍塌崩落下来 本身实力就在三条真龙之力的巴罗萨 得了这妖月的照耀 再添两条真龙之力 达到了五条真龙之力 妖族在不用密法激发加持的情况下 也仅仅有六条真龙之力而已 被擒风斩去一条右臂的平天尊者 更是凝出一条真龙之力 获得了血肉再生的天赋 一条右臂破茧重生 实力再上一层楼 只听到黑幕之后 妖族声音道 妖月大计 献祭一头大圆满妖尊 只是开始驱赶仇物 妖国百姓进无尽堡垒的事情怎么样了 巴罗萨沉生回答道 陛下已经派出十位妖尊 膝带圣影珠出发了 应当今日傍晚就可以带进无尽堡垒 黑幕之后 妖族的声音冷酷道 不愿意走的妖族 也不能留给秦风 巴罗萨唯唯一领 玄机应道 遵命 陛下 弟子会传令给十位妖尊 不愿意迁移至无尽堡垒者 杀无赦 黑幕之后 妖族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但与其却是依旧森朗 但本组还是要重复一句话 无尽堡垒在 你们在 无尽堡垒 本组不会让你们当中的任何艺人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话音落下 整个内厅里皆是抽着冷气的嘶嘶声 几位妖族护法皆是如坠集寒冰窟之中 浑身都冷得哆嗦了起来 这样如寒冰地狱般的威压 直到黑幕之后的气息彻底消散过后半晌 方才终于离开了 众多妖族护法 尤其是之前因为多嘴多舌 被妖族打掉满嘴牙齿的笑天尊者 终是长输了一口气 此时此刻 在无尽堡垒的主厅之内 巴罗萨等剩下的六名妖族护法看向四分五裂 只留一滩淤血的黄血尊者 心内也是五味杂陈 平天尊者看向地上暗红色的血迹 以及破碎的血肉 心有栖栖道 巴罗萨大人 您对黄血 怎么能下得了手 巴罗萨沉吟道 他若不死 换成你们当真一个人死 你们谁又愿意为他去死 巴罗萨声音落下 冷冷的笑意之中 却带着若隐若现的无奈 捂着胳膊伤口的平天妖尊忽帝开口问道 若有一日 妖族陛下要你斩杀我等 你也会动手吗 巴罗萨抬起头来 淡淡说道 我若想死 便与你们同死 我若还想活着 还想守护妖族陛下 我不会手软 听得巴罗萨的回答 笑天尊者等人皆是一愣 恼怒道 我等师兄弟的感情 在你眼里 就这么一钱不值吗 你既如此自私自利吗 自私自利 巴罗萨难以抑制地冷笑了起来 既然大家都如此卑鄙 就不要再拿是非来评论别人了 说到底 大家都是一样 说是师尊的弟子 不过是阴犬 奴才而已 话音落下 他一轻声叹息道 谁人不是狗国性命 就不要相互为难的好 我也不想你们再出什么差池 逼的是尊要我取你们的性命 此时此刻 自仇物妖国列系点出发 直奔无尽堡垒的妖族讨伐军之中 玉空楼船之内 秦峰与赵日天 吕成天 以及讨伐军中的朱江面对送回来的情报 皆是愣住了 已经搜索了三千里范围 还是要去楼空 全无痕迹 吕成天摸着下巴分析道 难道说他们已经把仇物妖国的百姓 全部送进无尽堡垒了 不应该这么快的才是 秦峰身边的赵日天分熄道 我们应该去仇物妖国的帝都看看 毕竟帝都人口众多 不可能像这些小城镇这么轻易就撤走 他笑了笑说道 仇物妖国的妖帝又在那里 想来也跟我们人族的诸侯一样 架子应该还是蛮大的 想来不会被人一招就走 孟小楼在一旁说道 虚无意之前已自告奋勇出去 说是要探查仇物妖国帝都的虚实 想来很快就有情报回来了 秦峰听得虚无意居然孤身前往仇物妖国帝都 不经眉头一皱 老虚怎这么冲动 等他回来 我非得好好说说他不可 打着旁边的赵日天笑道 能有什么办法啊 他跟你是同一批五帝神坛出来的真武学子 现在你都是人族至尊了功成名就 武道通天 如道至圣 他却连武神都没有道 攻击更多是跟了你打出来的 赵日天有些酸溜溜地说道 虽说你对咱们秦峰世家的兄弟是真的好 但是 跟你在一起 真的会压力山大 而且稍稍一比 就会很有挫败感 他肯定也想赶紧建立自己的工业吧 正说话之间 只见一道乌光远远飞来 伴随一声争响 身穿漆黑夜行衣的人影稳稳落在玉空战船的甲板之上 未等众人反应过来 只听得碰壁一声温响 那黑衣人已是禁止将一件东西重重摔在了地上 众人正不明所以的时候 却发现甲板上挣扎着的 居然是一头被五花大绑 不停挣扎的腰胜 似是怕他咬舌自尽 连嘴巴都被林宝给塞住了 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叫声 再看那黑衣人 只见他缓缓扯下夜行衣的面巾 露出虚无疑俊义的面容来 他露齿一笑道 家主 姓不入命 我在帝都抓到一个有用的活口 第1570张妖族也是百姓 听得虚无疑的话 众人才将目光都落到了 那被他绑回来的妖族身上 那妖族一开始还在拼命挣扎 但当他看到了立在秦峰身边的吕承天时 目光一下子就呆住了 妖圣呜呜呜地叫着 一看就想要说什么 吕承天也是诧异之中上前一步 隔空将那塞在妖圣嘴里的林宝社 拿了过来 只听得那被秦获的妖圣 直接就大叫了起来 承天尊者 您居然还在活着 他又差一地看向站在吕承天身边的秦峰道 大人 您为什么会跟秦峰站在一起 众人听得这话 便知道这妖圣十有八九是吕承天曾经的部下 对于秦峰收复吕承天这件事情 大部分人族强者的态度可以说是将信将矣的 毕竟吕承天不仅是妖族最杰出的弟子之一 怎么可能说倒戈就倒戈 一定是别有用心 或者是包藏祸心 要留下性命 再对中土人族反个一级 大部分的人族强者都是这样想的 可就在这时 吕承天竟大大方方地说道 没什么好惊讶的 秦尊以后就是我吕承天的主公 那妖圣金额的嘴巴都合不起来了 吕承天却继续说道 妖族不仁 好则无意 我吕承天又何必为他们去死 他冷冷一横 他们把我丢下来 不就是想我死吗 可我吕承天偏偏就是不让他们如愿 我不仅要活着 还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开始还在拼命挣扎的妖圣 终于沉默闭嘴 吕承天拍了拍的肩膀 淡淡说道 我与人族有如此深仇 行尊尚且用我不移 何况是你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我吕承天保你性命无忧 来去自由 妖圣听得吕承天的话 刹那之间 心理防线就彻底崩溃了 要知道 让妖族的重要俘虏招供开口 是最困难的事情 没有之一 因为妖族身体素质极强 根本不怕严刑拷打 掌握核心情报的重要俘虏 更是妖族的死忠 一个不留神 还会自尽 但是在吕承天的劝说之下 这一切变得简单到让人无法相信 秦峰又说对虚无意说道 松开他的绳索 虚无意微微一愣 玄疾会议 抬起手来 虚空绳索灯时散去 那妖圣扑通一屁股坐在了甲板上 秦峰又侧过身来 为他倒了一杯茶水 隔空地给了他 那妖圣看着面前浮空的茶杯 用难以置信地目光 看着眼前的银法少年 这 这真的是妖族口中 傻妖不眨眼的魔王秦峰吗 秦峰淡淡一笑 将茶杯朝他推了一推道 不着急喝一点水再说吧 他又补充说道 我若要杀你 犯不着下毒 立在秦峰身边的赵日天冷笑道 你这样的妖圣 秦尊一个指头就可以撵死你了 还需要下毒吗 妖圣颤颤着手 接过茶杯 嘴唇哆嗦着饮下了杯中的茶水 茶水温热甘甜 茶叶唇齿流香 那妖圣忍不住咕咚咕咚就喝了一前二净 旋即就坐在甲板上放声痛哭了起来 你们仁慈地这样对待我 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说 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没等秦峰等人反应过来 妖圣已是说道 我只是跟随妖尊行动的小喽啰 无尽堡垒已经派出了十位妖尊 从十个方向朝无尽堡垒运送仇物妖国的百姓 巴罗萨大人有令 愿意离开的 装进圣影珠带走 赵日天问道 那不愿意跟你们走的 怎么办 妖圣斩钉截铁道 那就直接斩杀 如果不是仇物妖帝不愿离开 还企图开启城防武镇 对抗我们 我们也不可能在那里浪费如此多的时间 导致我被你们抓住了 秦峰皱眉道 那仇物妖帝怎么样了 妖圣回答道 他和十万仇物妖国的卫兵 一同被我们以叛逆罪诛杀 其他王室成员全部被带走了 话音落下 众人皆是不寒而栗 直接杀了十万 妖祖护法门这是疯了吗 穆文景身边的竹公子轻轻叹了一口气 欲使其灭亡 必使其疯狂 现在的妖祖 已经不只是疯狂了 而是丧心病狂了 诸葛小亮确实笑道 我们还没动手 他们就自己杀起来了 不好吗 这边十万 那边五万的 妖祖这是自己折腾自己了 秦峰没有理会诸葛小亮 而是又对那妖圣问道 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回到无尽堡垒 妖圣如实回答道 傍晚 日落之前 我们会带着整个仇物妖国的百姓进无尽堡垒 秦峰看了一眼即将下坠的夕阳 口出惊人之语 那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一下子所有人都惊住了 秦尊 你是要 赵日天也是惊住了 秦峰 你脑袋没坏掉吧 你要去救那些妖族百姓 孟小楼也在一旁劝道 古往今来 兵戈之祸哪里有不死人的 我们不去主动屠戮 劫掠妖界百姓 已是人之意境了 又何至于将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之中 十名妖尊之中 万一还有几名妖族护法 可如何是好 秦峰淡淡笑道 我还怕哪些那些妖族不来 我们是妖族讨伐军 不是人族侵略军 妖族百姓的生命 难道就不是生命了吗 秦峰又重复说道 我说过无数次 人分好坏 妖艺如是 他们也是我们军中妖族将士的父母 亲人 我们对他们代之以成 他们自然会愿意为我们 为了人族与妖族和平共处的未来 拼死而战 秦峰说到这里 有些专横帝说道 为了防止石头妖尊有漏网之鱼 还请诸位领军相助我 穆文景大人请领圣武学院锁部 追及一头妖尊 李广大人 请领圣裁军两部 追及一头妖尊 鬼谷子大人 请领圣裁军另外两部 追及一头妖尊 小楼 劳烦你出手 拦截下一头妖尊 秦峰又看向虚无意和赵日天说道 老赵 虚兄 你们领大军顺大路追及 一路追及 一路周济和救护妖族百姓 各位记得带上妖族做向导和翻译 秦峰说到这里 身边的大鸟确实扳着脚趾头盘散了一下 忽帝叫了起来 不对啊 这才分出去四路人马 另外六头妖尊谁来拦截啊 秦峰淡淡一笑说道 另外六头妖尊 全部交给我即可 第1571张帮人帮到底 秦峰要以一人之力 结及六名妖尊 而且真的说做就做 交代下几件事情之后 刹那就从玉空楼船上飞了出去 众人看到秦峰这雷厉风行的模样 也是只能各自对看一眼 纷纷离开玉空楼船去了 旅程天见众人都去了 独独留下他跟一条狗和一头鸟 也知道自己不方便出面 以免弄巧成拙 但他跟这一鸟一狗 又明显还有点什么过节 跟这两畜生也没什么好聊的 百无聊赖之下 只能端起桌上的茶水 饮了起来 可是一壶茶还没有喝完 就看到一道人影飞掠了回来 正是饮法白衣的秦峰 大鸟看到秦峰回来了 满山迎了上去 略带野鱼的语气道 咋的了 尊主大人 是不是你铺了个空 没抓到那些个妖尊啊 二哈也是趴在椅子下面笑道 想不到尊主大人也有失手的时候啊 看来是那些妖界的老百姓命理当绝 我们算是尽力哥 看得二哈这明显是幸灾乐祸的模样 秦峰也知道这头看起来神经兮兮的二哈 本体是混沌凶兽 虽然本性不坏 但喜恶艳善的天性使然 巴不得人人都在恶人手上倒霉 他才高兴 他也就没有接他话 也没跟着畜生一般见识 转而对吕成天说道 圣影珠上的静置 若是强行破开里面的人还有命吗 吕成天唯唯一愣 玄机回答道 如果强行破开里面的渗楼幻境会被粉碎 皮质不存 毛浆烟覆里面的人自然是没有命的 不过我可以模拟出妖族的妖力破解 硬不是难事 怎么 秦尊夺回了一枚圣影珠 秦峰点了点头说 你有办法就好 吕成天 那就拜托你了 说着 他抬起手来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之中 六枚血色圣影珠一字排开 对着吕成天说道 里面估计有七八百万妖族百姓 那就只好交给你了 吕成天 大鸟 二哈皆是大吃一惊 张口结舌道 六 六枚圣影珠 你把六头妖尊都占了 刚才还严于秦峰扑了个空的大鸟 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只得结结巴巴地说 尊 尊主大人 这么短的时间 你 你这是开挂了吧 秦峰笑了笑说道 区区六名妖尊 探囊取物一般 很快 孟小楼回来 带回一枚圣影珠 又活捉回一头妖尊 那妖尊看到 吕成天归降了秦峰 就没有上次带来情报的妖圣 那么好脾气了 显然 他与吕成天完全不是一党 他即便被孟小楼 用法则锁得动弹不得 依旧嘴上乌言晦语骂得不停 什么样难听的话 都朝吕成天喷了过来 孟小楼当然也不会给他好过 直接把这妖尊锁住神通 扔进了人族大军之中 先是被摔得半死 随后他就被国仇家恨 怒不可恶的人族将士 活活打死 不过接下来的莫文景 李广和鬼谷子 却是无功而返 莫文景与四公子 是没有来得及抓到妖尊 对方已提前退走了 李广是一路追到无尽堡垒 妖尊已经进城了 他无奈 只能折了回来 鬼谷子确实遭遇了 两头妖族护法的围攻 只得回来 也就是说 初来抢搏仇物妖国百姓的 十路妖尊 被秦锋和中土强者拦截了七路 以一千万妖族百姓来算的话 保守估计就是拦截下了七百万 出起来 也是让这其他几位至尊惭愧得很 秦锋一人拦截六路 四次成功 其他几位至尊一人拦截一路 除梦小楼外 居然都是无功而返 吕成天看着眼前的七眉身影珠 说道 这样一来 妖族想要通过血迹筹物妖国百姓的计划 基本算是破产了 不过不能高兴得太早 秦锋沉吟道 接下来要防范的 就是妖族狗急跳墙了 赵日天又在旁边问道 那这几百万妖族百姓怎么办 不可能都养着吧 秦锋想了想说道 都送回中土吧 直接送回中土吗 吕成天不禁吃了一惊 秦锋淡淡说道 妖界天道如此衰弱 但系可能就要灭亡 把他们留在妖界 自生自灭 那跟不救他们 有什么差别 我既失援手 又怎么可能不帮他们到底 秦锋又看了看吕成天说道 不过把他们送去中土之前 我得跟这些妖族百姓谈上一谈 中土也不是什么妖族都收的 否则引狼入室 是取乱之道 他们到了中土 自然要守中土的规矩 吕成天字式照做 两个时辰之后 中土的妖族讨伐军来到了遍地尸体 了无生机的仇物妖国帝都 整座仿造人族大城 是样建造的仇物妖国帝都 此时整个城市都被埋葬在了血水和火海之中 绵延百里的城墙之上 锁木之楚 随地可见烧的胶枯 或断手断脚的尸体 清一色穿着皮质金甲 上面刻着仇物的骨子 秦锋之道 这些都是仇物妖国的宫廷侍卫 这些仇物妖国最精锐的卫士 为了保护仇物妖帝不被掳走 在实力明显不如妖尊的情况下 殊死战斗 显然大部分都牺牲了 秦锋对身边的姬承宇说道 承宇 用寒冰扑灭大火 他又对众人说道 这些仇物妖国的卫队 为了仇物妖帝 奋战而死 一直的钦佩 收拾尸体 集中火化 为他们建各大墓吧 处理好这一切后 大军在城外驻扎 明日继续前进 众人自落成和几元之战起 就知道秦锋对于妖族 一视同仁 对于战死者也十分宽厚 便也没有觉得有不妥 纷纷凝重点头 接下了任务 数个时辰之后 旅程天解开圣影珠 一道道血盲之中 无数妖族的人影出现在了帝都外的荒原之上 这些被封禁在圣影珠中的妖族们 环顾左右 面面相去 一时间 几百万人纷纷相过而语 整个荒原之上 就好像风群掠过一般 嗡嗡嗡地像是炸开了锅一样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不是被妖尊卢走 带往无尽堡垒了吗 这是 帝都 我们怎么会在这 就在这时 忽地有被封禁在圣影珠的妖族战士大吼了起来 是人族 我们被人族包围了 妖族战士们 纷纷咆哮了起来 拿起武器 我们跟这些人族拼了 第1572章 因为我是狼风 听的这些妖族战士的话 本来就对救回九百万妖族百姓不理解 甚至是持抵触情绪的人族将士们顿时就怒了 情孙不顾危险 将他们从妖族手里救了回来 见面了 不感谢我们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跟我们拼命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恩江仇报吗 更有人族将士 本来就与妖族有血仇的 大声咆哮了起来 妖族杀我等父母妻儿 我等便杀他们父母妻儿又如何 以眼还眼 以血还血 现在还钱 报仇血恨 都是天经地义 由于人族与妖族的语言不通 最多只能猜出大概词句的意思 根本无法直接沟通 此时双方都是情绪激愤无比 在荒原边界维持智学的人族将士 甚至已经与妖族推草扭打了起来 就在这千钧易法的时刻 所有妖族 不得放肆 强大气血之力 汇聚而成的妖族至尊威压 刹那之间覆盖整个荒原 就好像人族强者的威压 对于妖族效果会降低一样 这是一道专门针对妖族的威压 这道威压之下 人族可能只是稍稍感觉到有些压力 妖族们却是一个个如遇到了食物链顶端的天敌一般 丢窥气甲 趴在地上 瑟瑟发抖 吕成天的身影如巨灵灵事 伟岸无比 在他的身边 一道人影 引发白衣 衣带飘飘 如天上折仙 正是人族中的统帅 妖族心目中的魔王 行风 那是成天尊者 他旁边的事 行风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吕成天也不多做解释 抬起手来 细血化为妖力涌流 时光回溯大树 吕成天左右手结印 妖力源源不断地注入漩涡之中 刹那之间 漩涡的最深处 一道清晰的影像浮现了出来 从当时巴罗萨等人密谋将仇物妖国放弃 百姓全部血迹的阴谋场景 裂系点之战 巴罗萨等妖族互法撇下吕成天败走的场景 以及秦风立牌众议 出手斩杀六名妖尊 夺回圣影珠的场景 只要是时光长河之中有的 皆是被吕成天以时光回溯大树 清晰无物地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无论是人族 还是妖族 此时此刻 都彻底惊呆了 吕成天沉吟说道 妖族对我不仁不义 秦尊对我有仁有义 我吕成天自是要奉秦尊为主 诸位 妖族族既然要血迹你们 难道你们还要为他卖命吗 听得吕成天的话 众多妖族是面面相许 妖族当真要血迹我们 不然何以他要将我们都赶到无尽堡垒去 要知道 在广大妖族心目当中 妖族就是妖界在世的神灵 所有人都是他的子民 就好像人族武家有一天知道武帝要血迹他们一样 这对于他们三观上的冲击 几乎是毁灭性的 如果这话是秦峰说的 我肯定不信 死也不信 稍有理智的妖族陈寅说道 可是时光回溯大树 我们也看了 说出这个秘密的又是成天尊者 恐怕这件事情是真的了 吕成天是什么人啊 他是妖族的护法 相当于是知道妖族最高机密的人 他都这么说了 那恐怕 还真的是这样的了 吕成天见众多妖族犹豫不决 又大声说道 妖族和妖族护法 连本尊都可以放弃 何况是你们 本尊尚且降服于秦尊的原文之下 你们受秦尊救命之恩 为何不降 而且连他都向秦封倒戈了 这些普通妖族的坚持 又有什么用处呢 吕成天的话 如是极垮数百万妖族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等愿意此生奉秦尊为主 有的则道 愿听成天尊者和秦尊安排 妖族族既然想血迹我等 那我等从此便与妖族不共戴天了 更有见风使舵的骑墙者 大声喊道 我等愿奉上妻子儿女 世世代代为秦尊为母为婢 做您忠心的殷犬 秦峰听着这些有些叫人刺耳的奉承话 脸上的笑意确实练起了许多 我秦峰不需要你们为母为婢 更不需要你们为人族 为任何人为母为婢 如果说秦峰大方承认 就是要奴役妖族 这些妖族的吃惊程度可能还会低一点 此时听得秦峰这样说 他们反而一个个都蒙了 秦峰继续说道 我有意将你们带往中土和人族一同生活 你们可愿意吗 众多妖族听得秦峰说这话顿时惊住了 要知道 中土的物产丰饶 整个妖界都有所知 他们之所以向中土频频侵略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土休养生息 此时秦峰居然主动提出要带他们去中土 这无异于是在他们落难的时候 不仅没有落井下时 给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为什么 仇恶妖国的妖族门灯时就意识到不对了 大声质问秦峰道 你为何要对我们如此好 你是不是包藏祸心 面对这样的质疑 秦峰也完全理解 他淡淡一笑 缓缓说道 因为我也曾经在仇恶妖国生活过 我落南时 仇恶妖国中有妖族帮助过我 我一结交到了许多忠心的伙伴 秦峰的话音落下 众人仇恶妖国的妖族皆是惊住了 秦峰居然在仇恶妖国住过 还曾经被仇恶妖国施以援手 就在这时 一个幸存的宫廷侍卫呼地惊叫了起来 难道说 难道说 前任妖皇真的是因为秦峰的事情才被赶尽杀绝的 其他几个从妖尊手下逃生 被装入圣影珠中的宫廷侍卫皆是一起惊叫了起来 那秦峰岂不就是 那传闻是真的 天哪 秦峰居然真的是狼 他们正陷于极端的惊恶之中 难以自以识 秦峰已是神文一字决在手 在七百多万仇恶妖国的妖族面前 重新变回了他在妖界时候 朗峰的模样 没错 我秦峰在妖界的身份就是 朗峰 我回来了 第1573章混沌妖国降服 刹那之间 整个帝都外的荒原都沸腾了 朗峰大人没有死 天哪 朗峰居然真的是秦峰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为何妖族要独独对仇恶妖国的百姓斩尽杀绝 秦峰又为何要与妖尊争夺仇恶妖国的普通百姓 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虽然仇恶妖帝算计了秦峰 但秦峰在仇恶妖国的名声还在 也正是仇恶妖国的百姓 让秦峰参悟出了人分善恶 要一如是 理当一视同仁的道理 秦峰又说道 但是到中土 也要守仁族的规矩 我对妖族和仁族一视同仁 你们并不是去给仁族做奴仆 做奴隶的 但你们若是仗着体格健壮 吸入仁族 我也不会轻饶你们 秦峰恩威并施 声音如铁面无私 这样吧 如果你们觉得太复杂 我便如此简单的跟你们约法三章吧 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 盗窃者罚 能够做到的 在此起个血世 我命人带你们回中土 从此不用再受天地灵气匮乏所限制 但如果你们连这最基本的条件都做不到 秦峰冷冷遗痕道 我秦峰不会为中土人族引狼入室 既然你们待不惯中土 就留在妖界好了 众多妖族都知道 现在妖界迟早要完的 天地灵气越来越匮乏 修炼越来越困难 就连食物都越来越少了 几乎年年都有天灾 大部分的妖族都饱受摧残 能够得脱苦海 自是一个个发下誓言 表示降服 见到秦峰兵部写刃 又降服了数百万妖族 人族强者们都是精益万分 以前 我都以为兵部写刃 以得服人都是扯淡 今天见到算是姓了 君中的丁义 义赶紧取出书简记录了下来 边记边自言自语道 以成待人 以法服众 有教无类 不愧是秦师 当晚 秦峰赵丽大宴将士 同时让人送酒肉给鸡肠鹿鹿的妖族百姓 妖族百姓正饥饿难耐 不曾想到人族不仅愿意将他们送往中土 还给他们送来好酒好菜 前来送饭送酒的还不只是人族将士 更多的是军中的妖族将士 为首的正是一身如服的丁义 他环顾全场 大声说道 行尊有令 妖族人族将士不分彼此 皆是袍则兄弟 人族妖族百姓亦是如此 军中略备九十 按需享用 为诸位践行 即百万妖族百姓听的卫兵带来的话 关爱之心 异于言表 要知道 大军远征 粮草就是生命线 一旦军队没有了粮草 哪怕再能征善战 除非就地掠夺 不然也要土崩瓦解 秦峰居然舍得拿出酒肉 给几百万妖族百姓享用 仅仅这一份心意 就已足以让妖族们感激涕零了 再看被他们一直以来视为天神 乃至父母的妖族 却驱赶他们背井离乡 甚至要血迹他们作为无尽堡垒的能量 相比之下 秦峰这个敌人才更像是他们的父母一般 几百万妖族方才开始进食 忽帝就有妖族拉住军中的妖族将士大声惊呼了起来 儿子 你还活着 你这个死鬼 你没死啊 我们都以为你在中途死了呢 昆仑天保佑 真的是昆仑天保佑 秦峰的妖族讨伐军中 大部分都是妖族的中途侵略军在洛城和几元两战后倒戈而来的 其中就不乏仇恶妖国的将士 原本这些仇恶妖国的百姓见到自己家的儿子丈夫没有回来 还以为他们阵亡在了中途 拉里晓得他们不但没有死 还归降了秦峰 在军中好吃好喝 有的还常胖常壮了 如何能不叫人感到意外之喜 经过这段时间 秦峰和中途人族将士们不遗余力的思想教育 早已将自己当成了中途大军的一员 原本以为生死两格的亲人相见 借着酒精就寒暄了起来 去过中途又回来的妖族将士 纷纷将中途描述得如同天堂一般 不过也不怪他们觉得夸张 行风为首的中途人族幽呆俘虏 好吃好喝 中途又有充沛的天地灵气 也没有天灾 可不就是天堂吗 初起当初入侵中途的事情 妖族战士们皆是羞愧难当 又纷纷与亲人们约定 击败妖族 一定要在中途再见 重新开始美好的生活 不只是仇恶妖国的妖族 就连讨伐军中其他妖国的妖族们 也是心内感慨万千 更加坚定了他们跟随秦峰 击败妖族后开启美好生活的信念 就在仁族大军进入仇恶妖国帝都的同时 混沌妖国方向一传来了捷报 凤西越城之小凤凰亲自赶到了仇恶妖国的帝都 向秦峰报解 混沌妖国居然投降了 秦峰听闻混沌妖国的妖帝打开城门投降 还是微微吃了一惊 虽然混沌妖国因为西北边荒之战 损失比较惨重 最能争善战的苍狼一族和雪狼一族发生了殊死内讧 狼霸先战死 铁木真领西北妖族出走仁族燕国 混沌妖国可谓是元气大伤 算起来 混沌妖国应该是三大妖国里实力最弱的 西北边荒列系点进军的西北方面军 又是同渊至尊带队 燕军主力 齐军主力 兵家小世界精锐 纪下学工骨干和西北妖族主力的构成 比起秦峰自己带的主力部队都相差无几 但是直接开城投降 还是稍微夸张了一些 见秦峰都没有想到如此顺利 峰西月也是笑道 多亏了一件大师从中斡旋 他如今继承铁木真的位置 成为西北妖族的族长 与混沌妖国的渊源不可畏不深 原本混沌妖皇以为人族军队到来 必然是一片焦土 玉石巨坟 谁知中途讨伐军队混沌妖国的百姓秋毫无犯 而且基本不杀战斗中抓获的俘虏 这时候一见大师再去找混沌妖帝谈判 就顺利多了 峰西月正说着 小凤凰趴在他的肩膀上 跌跌地插了一句嘴道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阻力 妖族那的坏蛋派了好几个妖尊镇守在混沌妖国呢 还好啊 他们是自己作死 第1574张送你一场机缘 狼一见大师进城去谈判 他们居然想联手扣下他 以一见大师来要挟我们退兵了 小凤凰双翅相互交叉着抱在身前说道 一见大师才是一个妖神啊 他们三个妖尊居然对他动手 李说他们卑鄙不卑鄙 秦峰听的这话 也是皱眉道 接下来是怎么处理 峰西月笑了笑说道 其实也很简单 那个入城的一见大师是童渊至尊假扮的 秦峰身边的赵日天唯唯一愣道 易容树谁浇的 我也想学啊 秦峰不厚道 一直不叫我们啊 峰西月笑了笑说道 寻常的易容树哪里能瞒得 祝妖尊级别的强者 当然的要是堪比林宝的消耗品才可以 秦氏大人临行之前 留在西北军中几张易容俘虏 派上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峰听到这里 不禁笑了起来 我爹想不到还留了这么一手 一会倒是要给他写封信 专门感谢他一些 峰西月笑了笑说道 同渊大人就知道妖族反复无常 尤其是那些在混沌妖国都军的妖尊 更是心狠手辣 他知道一剑大师此去危险无比 很有可能会被扣留下来 干脆就变成了狼一剑的模样 单刀附会 小凤凤凰在峰西月的肩膀上立了起来 开心地笑道 所以就很好玩了啊 那些妖尊自己开启了妖阵 把同渊至尊困在了阵法里 准备联手制住他 结果妖阵才开启 就被同渊至尊一人一枪 全部撂倒在了地上 他们一共就四个妖尊 只有一个妖尊大圆满 哪里是同渊至尊的对手啊 小凤凰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夸张地做着表情道 人家是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况 估计混沌妖国的妖帝 眼睛估计能瞪得比茶杯还大呢 秦峰也是被这小凤凰给逗乐了 笑着问道 那接下来呢 丰西月街上话说道 混沌妖帝决定开门投降 妖尊其他的属下听闻这件事情 也知道抵抗是无谓的了 大概一半的妖神 妖神选择跟混沌妖国一起向我们投降 剩下的连夜逃走 往无尽堡垒方向溃逃了 秦峰听到这话 眉头唯唯一皱 你们有没有追及 丰西月摇头道 童渊至尊说 兵法有言 穷寇勿追 归尸勿掩 一来我们害怕追得着急了 他们反身回来跟我们拼命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混沌妖国刚刚受降 局势还不稳定 万一贸然追及 造成混沌妖国归而复叛 到时候首尾夹吉 西北方面军可能要遭遇灭顶之灾 秦峰听的 封西月阐述了童渊的分析 虽然脸上略有一些失落 但还是点了点头 童渊至尊的分析 措施没有错 但就是太过于求稳了 随时在秦峰身边的周渝青听到这里 也是感觉到秦峰好像对于童渊的战略处置有些不妥 不经发问道 秦尊 穷寇雾锐 归尸雾眼是兵法上的铁律 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秦峰听得周渝青的话 也知道封西月原本是太子豢养的杀手 自一水关归降他以来 从军日久 显然对于兵法也有一些开窍了 他便借着话头 点拨两人说道 穷寇雾锐 归尸雾眼 这话虽然在里 但并不是绝对的 秦峰见封西月 周渝青 乃至小凤凰都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便微笑着说道 穷寇指的是穷途末路 要跟我军听命的敌人 归尸指的是军容严整 而且后有一国作为支撑 至少也是拥有根据地和后续可能出战兵力的敌人 这两种敌人才适应穷寇雾锥和归尸雾眼 秦峰分析说道 因为穷寇除了死战 别无他法 所以会给我军造成重大损失 归尸一旦与前来接应的援军回合 立刻以意待劳 局势瞬间反转 当然追不得 也不得 但这次妖族 明显是还有活路 不可能回头跟我们恶战 他们想要退到无尽堡垒 你们在情报当中应该也看到了 我军主力逼近无尽堡垒 妖族根本不可能出兵接应他们 秦峰笑了笑说道 这时候你越追越打他们越溃越逃催哭拉朽 正是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啊 统渊至尊一味求稳 可惜了 听得秦峰的分析周玉清也是叹息道 是啊若是将那些妖神 妖圣全肩在路上至少歼灭一半 我们面临的压力就要小上好多 封七月诧异问道 怎么无尽堡垒不就是一座城池吗 秦峰见封七月诧异不解 也没有觉得奇怪 解释说道 与其说是一座城池 不如说是一座灵宝 怎么打个比方呢 相当于是在放在地上 不能移动的帝君心剑 听得帝君心剑四个字 封七月都四地吸了一口冷气 西北边荒的时候 秦峰世家的人可都是亲身体会过那剑大杀气的威力 权力一级之下 几乎将秦峰浑身骨头都震碎 命都差点没有了 这么可怕 周于清在一旁解释说道 是啊 而且无尽堡垒使用的能源是妖界的天地灵气 也就是通过血迹 来抽取妖族的血 来提取里面的天地灵气供无尽堡垒使用 妖族实力越强 血脉里的天地灵气越多 秦峰苦笑道 现在你知道 我为什么头疼你放了一堆混沌妖国的妖神和妖圣竟无尽堡垒了吧 封七月有些歉意地说道 秦峰 毕竟不是人人都有你这运筹帷幄 灵气硬电的鬼才 否则人族早几百年 就打到妖界了 也不至于拖到现在了 秦峰笑了笑说道 无妨 还有一句话 我一直也觉得不错 没有损失就是有收获 他谦虚地说道 也许我也有失算的时候也说不定 封七月向他会报完了这些 正要回去休息 秦峰却是一把喊住了他 七月 你的九天神皇五脉修炼到妒己中了 封七月被秦峰一问 微微一愣说道 集体度雷劫那一次是第五重 后来我又修炼了一重 现在是第六重 家主大人 有什么吩咐吗 秦峰笑了笑说道 没什么 我只是想送你一场机缘 你说 传说之中 修满九重的九天神皇五脉 将会可怕到何等的程度 第1575章大成九天神皇五脉 秦峰前世就知道 九天神皇五脉极其罕见 同时也极其难以修炼 需要将五脉废掉九次 破而后立 第九次才修炼的圆满 也就是说 其他五脉的真武至尊 修炼上来 只要修炼一次 九天神皇五脉要不断地废掉 五脉重新修炼 至少也相当于将整套 晋升体系锤炼两到三遍 像风七月上次那样 通过雷劫力量废脉的同时 又把实力补回来的几率极小 大部分的九天神皇五脉的拥有者 在废脉之后 都会实力衰弱 极有可能遭遇仇家围攻 或因为怀避其罪而被夺宝杀害 种种原因叠加起来 让九天神皇五脉变得稀缺的堪比超频五脉 九转飞麦后的大城九天神皇五脉 更是遥远到几乎不可信的传说 秦峰此时此刻 突然说要让九天神皇五脉重现世间 确实是匪夷所思了一点 毕竟大城的九天神皇五脉 恐怕连五弟都不是对手 秦峰居然要将这样的五脉带回到世间来 而且秦峰虽是这样说 想要为封七月重塑五脉 还要连续重塑三次 谈何容易 封七月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家主莫不是在说笑吧 秦峰却是正色说道 修炼九天神皇五脉 最好的材料 还不是我上次从三星堆古属国地公礼 带出来给你的凤七桶 而是黄血 封七月的脸色唯唯一争 众所周知 真龙与神皇 在荒天道时期就已不多见了 要说历史还在荒寿之先 乃是天生地养的先天圣灵 与天地同寿 至于秦峰在三星堆古属国地公外 得到的一句不朽龙诗 只能说是龙 而不能算是真龙 同样的 以封七月现在第六中的修炼九天神皇五脉 寻常带有西伯血脉的天才地宝 已经不起作用了 他争了一下 转而说道 家主能够念着七月 西月已是非常感动了 修炼九天神皇五脉之事 急切不得 天才地宝 也需要机缘巧合 还是因从长记忆 秦峰依旧淡淡说道 我前几日遇到了一头妖祖护法 他好像被称作黄血尊者 封七月听得黄血两字 剑眉灯时一跳 这 那他若是有神皇血脉 想来威力无匹 肉体极端强横 您是急伤了他 夺到了一些他的凤凰精血 秦峰唯唯一笑 似是在说笑一般 没什么 他被我击败 神魂顿走 将他的肉身留下来了 一直想给你 奈何你在混沌妖国 今天才遇到你 说着 他便掏出一枚须弥戒指 递了过去 封七月将信将一地 接过须弥戒指 只朝里面看了一眼 身体就好像被魔争住了 一般定住了 居然真的是带有黄血的妖尊师身 下一秒 他赶紧就将须弥戒指推了回去 连声道 这 这我不能收 这太贵重了 秦峰笑了笑说道 若不是为你 也不会放他逃走了 必是要将他魂魄与肉身 一起打得粉碎了 封七月听得 秦峰竟是为了自己 放走了那头黄血妖尊的神魂 女剑客冷峻的脸上 竟是一丝铜云浮现 却确定将须弥戒指收了起来 逼到了一声 谢谢家主 您 您对七月真的很好 秦峰笑道 一水关后 你追随我这么久了 我早已不拿你当外人了 你也不必对我太过见外 何必叫我家主 喊我秦峰就好了 封七月却是有些哲傲地说道 七月原本在一水关时 已不想再活下去了 幸亏是家主点醒了我 若是为了那太子 放弃了自己的性命 是万万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境遇的 七月的命等于是家主救的 自是要一声奉您为主 他脸上唯唯一红说道 若是随他们喊您情尊 不是更显得我与您身份吗 秦峰笑了笑 也只得由着他了 你今晚就练花吸收 看看能不能到九天神皇五脉的第七境 封七月满怀期待低点了点头 嗯 若能到第七境 我应该就可以到神五境了 秦峰又说道 你若到神五境 照例还是我为你做解主便是了 但秦峰不禁轻轻易拍手背 为难道 不对啊 可这里是妖界啊 人族舞者在妖界能度累劫吗 与此同时 中土天穷之外 漆黑无垠的虚空 一道隐藏不可见的劣席之中 一骚通体银白色 璀璨如星辰的巨剑 就这样包裹在层层阵法光辉之下 如静静趴在海底的蓝金沉浮 正是五帝临渊一统中土之后 穷中土五家之力铸造的神器 帝君兴建 帝君兴建的核心仓室之内 此时仓壁之上 地面之上 到处都是玄奥的转体符文 揭示古字 五亿人可以看懂 仓室的正中央 一张闪烁着冰冷金属光泽的床塔之上 一具青年的肉身 她的身上还挂着残破的骨铠 没有呼吸 却也没有丝毫腐败的气息 她安静地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在她的心口位置 一盏九层环绕 如宝塔般的明灯闪烁 明灯的最上方 一株清廉 剔透晶莹 映着明灯光滑 不染纤沉 却将整个核心仓室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与此同时 那青年的额头上 左右胸口 腹部 丹田以及四肢之上 各自盖着一片琉璃 每一片都好像星海万千 无数璀璨细小的星芒闪烁 映照着仓室地面上 墙壁上的鼓子 一鸣一暗 仿佛是人在呼吸一般 更神奇的是 这具肉身嘴巴的正上方 一枚晶莹剔透如玉珠般的血液 就这样的空虚符 仿若一颗星辰 映照着九层明灯的光环 不断地投射在下面的这具肉身之上 仓室之内 一名容貌轻薄的女子盘腿坐在金属床榻之侧 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道晦色鼓音从她的口中飞出 明灯之上的青莲则随之徐徐转动 道道光滑一层层地覆盖下来 取久 她方才停了下来 只见金属床榻上 那躺着的一人 念容已逐渐再起了变化 原本躺在床榻上的人 念容粗犷 却是浓眉大眼 容貌坚毅 如今竟是渐渐起了变化 念容由粗犷变为冷峻 尤其是那一双四随时都会睁开的眼睛 让她浑身似都透着邪气 她看向那躺在冰冷床榻上的人影 用少有的柔声呼唤道 阿渊 终于 还有三十日 你就要回到我的身边来了 第1576章必死于妖 就在这时 核心仓实的琉璃木墙上 一道身穿银白铠甲 头戴雀琳长音的高大人影显露出来 她抬起手来 轻轻敲了三下 洛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 似是恼怒这不逝去的人 搅扰了她与林渊交流的性质一般 但她还是站起身来 脸上已是没有了之前的漫漫寒情 只有冰冷如刀的面容 她徐徐走到门口 推开舱门 立在她面前的 正是如今帝君新建里的最强战力 吕凤仙 洛神脸上如照白霜 语气之中带着巨人千里之外的良意 怎么了 吕凤仙的脸上尴尬地几出一丝陪笑 洛神殿下 事情是这样的 这几日有优水功的几位至尊联络我 他们虽然降服情势 但并非心悦常服 并愿意做我们的内应 洛神有些不耐烦必要了一生 却听得吕凤仙道 不知殿下能不能将开启 帝君新建能量照的许可权给我 洛神听到吕凤仙要开启能量照的许可权 也是眉头唯唯一皱 警觉问道内应便做内应好了 你要能量照的许可权做什么 吕凤仙笑了笑说道 这两个内应会假装是双面间谍 先进入帝君新建 然后他们会给秦锋通风报信 他若是知道五帝陛下要归来 必然不会不上钩 但等他到来的时候 五帝陛下已经通过摆起大人的身躯附身了 吕凤仙抬起手来 在脖子上轻轻一抹 残忍笑道 到时候 秦贼秦王 一了百了 面对吕凤仙的提议 洛神却是眼光闪烁 他原本连白起都不是特别信任 更不用说去信任吕凤仙了 但吕凤仙现在毕竟是帝君新建里最强的战力 他也不能将他彻底得罪 他想到这里 陈寅半赏道 这两人也未必可靠 带到凌渊归来 到那时 曲曲秦锋 在他面前 不过是跳梁小丑 他转过身来 缓缓说道 吕凤仙 你一片心意 本宫很是感动 多谢你了 吕凤仙只觉得憋了一肚子的话 都被洛神三言两语给封住了 心里正觉得烦闷无比 扑地 关起来的舱门 又徐徐被打了开来 原本已经进入核心舱内的洛神 进入而复出 吕凤仙 陈在 吕凤仙 沉声回答道 这几日 可有接到什么特别的传讯 吕凤仙听的洛神的话 一时不明 所以 洛神就又问道 就是发出信件的人查不到 或者根本没有寄见者的信件 有收到吗 吕凤仙摇头 这几日 帝君新见都没有收到任何的传讯 毕竟我们躲藏在虚空裂系之中 正常的传讯也到不了我们这里 至于我与几位优水公的至尊 我是通过神武学院的密传 真气会因进行沟通的 不会留下传讯的记录 听得吕凤仙的解释 洛神心不在焉 却是喃喃自语道 不应该啊 怎么会如此久都没有联系我们 难道说 那家伙变卦了 吕凤仙的耳朵何等地间 当时就追问道 殿下 您是要等谁寄来的信件吗 我帮您候着一点 来信了就来叫您 面对吕凤仙的殷勤 回答她的依旧是洛神一句冰冷的不必了 随后 何兴仓门的大门再次重重关上 弄地一声轻响 吕凤仙的拳头握得关节只想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臭婊子 她浓眉皱起 琢磨说道 想不到她居然不上当 果然 能够让落成中历千年 不卷入七国烽火的女人 不仅仅只是靠着五帝的恩泽而已 正当她有些一筹莫展的时候 核心仓外 长期沉默的一台领宝 莫地响了起来 叮咚 叮咚 在极尽的帝君兴建内部 如环佩相碰的轻响 听起来却是诡异无比 这里是虚空烈系 根本不可能有传讯进得来 可这传讯到来的声音 却一点都不像是幻觉 再说了 幻觉 能够迷惑真武至尊的幻觉 那得要是多么高超的强者 才可以做到 吕凤仙压下了心内仅有的些许恐惧 缓缓走到了那台领宝之前 他伸出手来 武力注入之后 就是滋滋滋的电流轻响 随后 一张信尖被从领宝之内吐了出来 信尖诡异无比 只有上册无字 一片空白 中间有字 下侧却是漆黑莫团 如被莫知泼洒 根本难以分辨说字机 也就是说 吕凤仙拿在手里的信尖 只有中间部分有字 自然也没有来信者 还当真是洛神所说的 诡异至极的信尖 但当他留心去看的时候 浓如远山的眉头更是一跳 因为中间的部分 字数不多 却赫然写道 必死于妖 必死于妖 吕凤仙在震惊之后 细细咀嚼 琢磨完未到 死于妖界 还是死于妖祖之手 如今在妖界的 不是秦枫吗 他的目光忽地森冷了起来 原来我不过是想在秦枫手下 猎土风将 做个逍遥王侯 只可惜 天将将大任于我吕凤仙 实在是推辞不去啊 空无一人的核心仓外 吕凤仙原本粗犷豪迈的笑声 经过仓壁的重重折射 竟是变得叫人毛骨悚然 甚人无比 他扶掌而笑 秦峰如今带着人族精英 聚在妖界 若他一死 中土谁能挡我 天语扶取 必受其咎 这是老天要让我吕凤仙的这千载难逢的机缘 他目光之中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 我熬得太子被斩 白起病死 金胎白起阵亡 终于 终于被我等来了这个机会了 若再等到秦峰陨落 中土之中 谁能再是我吕凤仙的对手 就说是独尊天下 亦不是痴人说梦啊 但他陡然又想到了什么 目光森森一冷 看向封闭的核心仓室 里面九转隐魂灯 灯影摇曳 硬着盘坐在地 白衣如雪的落神 以及冰冷金属床榻上金胎白起的尸身 于情于礼 于公于私 他咬了咬牙 低声切齿道 五帝都不应该再回到这个世界上了 第1577章妖界天道有缺 此时此刻 妖界 仇恶妖国帝都外的原野之上 所有人都见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 原本寂静无风的黑夜之中 倒到雷霆如撕裂苍穹的上苍之手 狂笑而下 震耳欲聋 只见雷光之中 一道红群如火 似玉火凤凰的人影在其中若惊鸿闪现 凤鸣之声 雷霆乍响 不绝于耳 无数人族和妖族从睡梦之中惊醒过来 不由自主地望向天空之中那一道飞红身影 震惊 疑惑 甚至战力 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中土大军之中 迅速地蔓延开来 老天发怒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活了几千年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雷霆 这究竟是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妖族门晋升突破 从来都依靠的是早就被人族淘汰掉的伐毛洗髓的法门 哪里见过雷霆这样的晋升方式 或者说 就算偶尔有妖族被雷劈中为死 还得到了境界的提升 大部分的妖族又有哪一个敢去挑衅他们信仰中如同神明的昆仑天 这是活着不耐烦了 人族强者也是一个各看的心内震惊无比 想不到 妖界居然也可以激发出雷霆 而且看这模样 好像比中土雷劫还要凶险啊 人族强者中不乏有情风世家的人 一个个都是担忧了起来 七月他的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在妖界度武神雷劫 他该不会有事吧 九天神皇五脉 只是五脉岁了可以复生 可不是不会死的不死神皇啊 就在众人担忧之时 只听得风七月一声娇喝 剑如惊鸿 剑上光滑却如黄影掠天 剑气如神皇扫荡四野 竟只将周身雷霆一起搅碎 万千雷霆刹那之间化为细碎光芒 如黑夜之中看到光源的萤火虫 一般朝着他飞速聚拢过来 成了 众人看到这一手 皆是倍感振奋 秦丰世家中人 甚至相互击掌而喝 风七月吸收了所有的雷霆之力 也就代表着他成功积攒到了突破至神武镜的力量 秦丰世家又要再多出一位武神了 虽然秦丰自身实力 以贯绝中土 但武神这样的存在 别说无敌于世俗界 即便放在尹世宗门内 也是一尊压相比极的战力 自然是多都益善 可就在这时 霹雳 一声轰鸣炸雷 向彻荒野 妖界的天空之中 就好像是裂开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漆黑巨口 妖界之中本就稀薄的天地灵气 此时此刻 就好像疯了一样 拼命地被吸射进去 随后 通隆隆隆 阵阵雷霆如火蛇狂舞 任何一道都足足有一理直径 简直让人看上一眼都要害得心肝剧烈 魂飞魄散 这雷杰强度 都赶得上尊 尊主大人了吧 抬起头来看向天空的二哈以士下的说话都不连贯了 不 比起九九至尊雷杰还差了一点 但是封丫头的实力明明没有达到那么变态的层面啊 旁边的小灰用翅膀摸着自己的下巴琢磨道 难道说 妖界这个天道 遇到有人挑衅 怒不可遏 容易冲动 听得小灰的分析 一直担忧着风七月安围的小凤凰 扑扇着翅膀 跳到了二哈的背上 只见他一对翅膀在嘴巴旁边捂成喇叭状 大声加油道 西月姐姐 加油 加油哦 只可惜这小凤凰平日里的声音焦滴滴的 此时此刻 即便声嘶力竭 喊出来也是软绵绵的没有力气 二哈强忍住要笑的冲动 呼地蹲坐在旁边的黑猫碧案居然主动开口了 妖界的天道比中土的天道要苍老得多 他不应该这么沉不住气 除非说 这是妖界天道自身的缺陷 飞猫看向天空中渡节的风七月说道 妖界天道高高在上 不容许任何亵渎他尊严的人和物 能够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二哈插嘴道 那说白了 不就是大爷做习惯了 眼里柔不得杀责吗 大鸟笑道 那必须得要尊主大人来好好地叫一叫 妖界天道做人呀 啊不 做天啊 正说话嘲讽的时候 呼地雷霆之上传来一声仿佛天崩地裂的怒笑 万里之中 风云变色 惨破的丑雾妖国帝都更是如遭狂解 装瓦碎石乱飞 甚至连一些走在外面 体型小的妖族都被卷起来惨叫着抛飞到了半空之中 雷霆中央 一头雷霆距龙位于中央 私生咆哮 狂乱雷霆则化为成百上千头的雷霆巨兽 有凤凰 有竹龙 有仇物 有混沌 一切的一起 所有人见过的 没见过的异兽 就好像把天捅了一个窟窿 在万道雷霆之中一起俯冲下来 万千异兽在雷霆之中一起显化 不用说是正在杜节的风七月 就连下方观战的人族诸多强者们惊呆了 这 这么多的异兽 去无意等人都是惊呆了 人家是捅了马蜂窝 这是捅了异兽窝妈 二哈金的眼睛瞪得老大 嘴巴都合不拢了 还不是你这个傻鸟 乱说什么妖界天道 这把好玩了 人家发火了 弄不好要搞死我们了 大鸟也是吓得一则舌 和起翅膀 像双手一样 学着妖族们祈祷的样子 对着上方雷霆震怒的天空 连连讨饶道 昆仑天 昆仑天啊 本大爷错了啊 本大爷不是故意要针对你的啊 要劈你就劈傻狗啊 他劈厚肉糙 不怕雷劈的 要么你劈本大爷的主人啊 他也不怕雷劈的啊 没等二哈皱着眉头回过神来 大鸟已是双膝一跪 两眼一闭 鸡里呱拉蒂乱说道 只要不劈本大爷和本大爷的媳妇 什么都好说 什么都好说的啊 大鸟的话还没说完 小凤凰已是带着哭腔喊了起来 七月 七月姐姐啊 只见一道足足有半个中途讨伐军营地大小的雷霆 轰隆呼啸 狠狠朝着风雷中飞舞的风七月砸落下来 第1578章天地独斗 雷霆光柱还没有击中风七月 底下的妖族门已是一片大乱 这万一冲下来的话 我们怕是连渣子都不会剩下 快逃命啊 快逃啊 仓促之中 无论是妖神 妖圣 在这浩浩天威之下 根本连阻挡的勇气都没有 只是掉头就跑 穆文景等人族至尊此时虽然也变了脸色 但却是彼此说道 妖族一盘散沙 此地也少有妖尊境界的强者 他们无法抗衡这天威 自然只能一逃了之 但这下方是我们讨伐君主力的大营和资重 我们却能躲到哪里去 旁边的鬼谷子也说道 就当是再度一次九九至尊雷劫好了 他看向天空 临空而起 掌托朱天伦回星盘 凛然无惧 老夫倒要看看 这妖界的雷劫 比之中土的九九至尊雷劫 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见得鬼谷子的话 众多人族强者也是意气激愤 鬼谷至尊老当义壮 我等年轻人怎么可能落后 妖界天道 难道我们还会怕了你不成 尤其是君中的演武 更是毫无半点圣舞者的尊严 居然当场就要解裤带子 要朝着妖界天空之上滚滚雷霆撒尿便秘 就在这时 谁也不许动 一道声音威严如山 如成竹在胸 所有的人族强者 陡然一惊 竟是无亿人反驳 因为这是 秦峰的声音 大道人影 白衣引法 仗剑在手 劈手一剑 斯拉 足足遮蔽半个讨伐军营地的雷霆 竟是被他引荐一击 如扯碎不匹一般粉碎开来 粉碎雷霆 乍然如铁骑突出 银亭粉碎 清脆刺耳之中 化为漫天碎玉 大猪小猪砸落玉盘一般泼洒坠落 原本以为自己在这一级之下 非死即伤的风 七月也是绝处逢生 看向那一道白衣人影 激动万分 家 家主大人 秦峰顺手一剑 抵住在雷霆之后 咆哮冲下来的无穷雷霆异兽 声音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迅速吸收雷霆精华 有我为你做劫主 你只管放心 尤其是最后一句 风七月只觉得心惊荡漾 唯唯一愣 竟是忘记了自己 还身在可不雷劫之中那般 吼 就在他迟疑的刹那 一头雷霆化成的昆蓬扑扇巨翼 在被秦峰斩碎一翼之后 竟是丝毫不退 汉勇必朝着风七月扑杀下来 昆蓬以龙凤为时 九天神皇五脉的风七月 在他眼中似就是可以放弃生命 也要得到的猎物 风七月回过神来的瞬间 雷霆昆蓬的力爪已是在眼瞳之中无限放大 静止朝着他的脸上抓来 呀 任风七月是剑客也好 杀手也罢 陡然之间 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终究像一个十七岁的少女那般 惊声尖叫了起来 就在这时 哼 一声温响 伴随着电流破碎四散的刺耳声响 滋滋雷霆昆蓬化为破碎雷光 粉碎四散 在他巨大的身躯之后 赫然立着那道引法白衣的人影 他的剑眉唯唯一平 如是有些怪他的样子 你的心态乱了 雷截着等生死险地 除了冲过来 活下去 你的心里 不应该装任何的东西 那人旋即转身 迎风而上 剑气如霜 再次乱舞 只留下风七月像是被私塾先生责备的女学生 是吃地看向那道迎天而战 越战越勇的白衣身影 刹那的迟疑 随后是深深的惆怅 一水观石 她还险些被我杀死 短短两年 我却在期望 此生能够追随她的脚步 哪怕只是跟上她的背影 都已经很好很好了 就在风七月黯然神伤的时刻 秦峰已是纵箭无双 连连出手 将雷霆所化的妖兽纷纷削落 粉碎成无数雷霆碎末 如深雪则被而下 不只是风七月 连下方的人族强者 乃至二哈 大鸟 小凤凰和黑猫都惊异地发现 居然可以吸收这些雷霆力量 莫迪之女 中土世界的莫家巨子 莫文景 此时此刻也是美目惊诧地望着天空之中 一人一见 从容不迫 独占雷霆的白衣身影 她原来 不是害怕我们出手 惊怒妖界天道 而是她有足够的自信 一个人就可以对付得了妖界天道 一边的北斗星君鬼使神差一般 心生难难道 后生可畏 焉之来者不如今也 行尊实力 恐怖如斯 我不如也 一旁的黎广也是不由得赞叹 就在这时 秦峰斩碎其他的雷霆 余光朝下看了一眼 只见风七月不断地吸收着雷霆一受粉碎后化出的光芒 此时已是通体如淫欲 身体里更像是包裹着一团足以坟进天地的烈焰 下一秒就好像要破体而出一般 秦峰又看向那雷霆漩涡中央 坐镇一切 仿若天道化身的雷霆巨龙 还差一点 那就只有从你身上来取了 仿佛是被秦峰大逆不道的言语所彻底激怒一般 整个妖界的上空 皆是狂躁的雷鸣 仿佛是有足以吞下世界的巨兽在大声咆哮 别叫了 秦峰冷笑 中土天道的雷杰 好歹也还可以拓映下当初通过雷杰 挑战他的强者 还知道用这些强者留在雷杰里的影子 对付后面的人 而你呢 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不容亵渎 你的雷杰不过是将妖界里 你认为强大的东西 用雷霆变化出来而已 如果此时有人去看 就会发现秦峰悬浮半空 一手天地清玉剑 一手缺雾斜剑 全庭空中 似在叙事待发 无人可以听到轰隆雷霆之下 他与妖界天道所说的话 若有人听到 一定会有人以为秦峰是疯了 天道 难道真的有意识 真的可以对话吗 秦峰却是因为亲自与中土天道对话过 所以相信并坚信这一点 他就是要采他 妖界天道不可一世的气势 用小灰的话讲 就是叫他做人 不 叫他做天 秦峰每说一句话 妖界天道就暴以一声震怒的雷霆咆哮 就好像下一秒 天地万物 都会在这震怒之中毁灭一般 但是对不起 秦峰不但不怕 而且一点都不害怕 第1579章秦峰已有妙策 雷霆浩浩 天微荡荡 一袭白衣却是如战天斗地 丝毫无惧 已变化出来的这些雷霆异兽 你咆哮出来的这些雷霆震荡 秦峰嘴角歪起 冷冷不屑道 都与你一样 外强中干 通龙 一道雷霆通天彻地 如将世界一切的颜色彻底剥脱 分成黑白两色 家主大人 秦尊 大人 就在所有人的震惊之中 秦峰身后65条藤娇之力骤然浮现 藤娇之力 全数贯注于双手之中 天地清玉剑上 星光灼灼 如青莲映照诸天 缺无邪剑之上 黑芒璀璨 如地狱吞噬众生 双剑在手 奋力一劈 通龙 雷霆瞬间吞没了那道白衣人影 就在所有人揪起来的一瞬 噼里啪啦 噼噼啪啪 雷霆寸寸粉碎 引发白衣人影 手握双剑 丝毫无损 万里长空之上 那发出震怒一击的黑暗漩涡 却是在这一击之后迅速弥合消散 只不过几席时间 就彻底消失 妖界黑夜之下 血红妖月高悬 万里无云无星 极静地怕人 所有见到这一幕的人都是愣住了 尤其是作为妖界土著的吕成天 更是金的舌头拉得老长 根本赛不回嘴里了 就这样挑衅完了昆仑天 毫发无伤 就这样算了 秦峰的胆子可 可真是 他这已经不是吃了妖尊胆了 这简直是吃了妖族胆 妖界天道亿万年了 人们从来都是顶礼膜拜 视为神明父母 哪里有像他这样直接挑衅的 旁边的妖神瑟瑟发抖道 他要是被劈死了也就算了 关键是他没事啊 他丝毫无损 毫发无伤啊 我们妖界天道的威信 怕是要扫地了 旁边的人族强者皆是暗暗佩服 秦峰以此举破掉了妖族们 对于妖界天道最后的崇敬心 也就破掉了妖祖侠妖界天道对他们施压 甚至恐吓的可能性了 既帮风七月度过了成神雷姐 又稳定巩固了军心 不愧是秦尊 一向自负的李广都叹息道 论谋算 我与秦尊之间 差了十个我自己啊 哪只话音刚落 旁边的小辉就见笑了起来 那你跟尊主大人之间 差距也不大嘛 小辉紧接着就拍了拍二哈的背脊 笑着说道就拿这条纯狗来说 他跟尊主大人之间 整整得了十个本尊呢 小辉正得一洋洋地拍着大狗光滑的脊背 冷不丁一张血盆大口 直接朝他的翅膀上咬了过来 笨鸟 你以为本尊不知道你在骂本尊吗 二哈当时獠牙壁路 直接朝着小辉追着咬了过去 嗷嗷嗷嗷 一开始小辉还嘴硬几句 可当他发现 二哈是真的生气了 拼命咬着他的屁股时 他慌了 狗爷 狗爷 我不是骂你啊 我是夸你啊 小辉一边慌不择路地跑着 一边口不择言地喊道 你看 你看 你跟尊主大人差距也不大 不是吗 众人正见得这一狗一鸟胡闹 只见风七月已是雷火入体 悬鱼半空浑身赤热燃烧了起来 七月姐姐 小凤凰带着哭枪就要扑上去 却是被秦锋抬起手来 拦了下来 九天神皇五脉的第七次涅槃到了 他看了看被自己拖在手里的小凤凰 安慰道 他一定会没事的 你放心 小凤凰听得秦锋的话 不禁反过身来 保住秦锋的胳膊 担心地呜呜哭泣了起来 就在这时 吸那雷光 瞬间化成一团火球 随后 凤鸣惊动天地 振折万物 虽不及真龙咆哮 但其中的气势 也相差无几 只见团团烈火之中 一道凤影欲火而出 在半空之中 凤凰虎影化为曼妙人身 长裙红如玛瑙 裙浮之上 逆火飞扬 那凤凰所化人影的身后 二十道黄影四散飞出 盘绕不散 藤胶须影化为黄影 整整二十条藤胶之力的神武镜强者 正是封熙悦 才刚刚突破到神武镜 居然就有了二十条藤胶之力 细节后的九天神黄武脉 竟恐不如斯 封熙悦在黄血激发的力量过后 玄吉平自身意志收敛气息 徐徐落回到了人群之中 他朝着秦锋摇摇作一 乘声道谢 多谢家主为熙悦护法 此恩此情 熙悦无以为报 众人见封熙悦最终无恙 也是气氛缓和了许多 阎武混在人群里坏笑道 封姑娘 你既无以为报 就嫁给家主大人做窃事 照顾他生活起居好了 他话还没说完 明明跟他隔着有几丈远的檀棚 一个剑步就抽到他的身后 手起掌落 一个巴掌直接拍在了阎武 圆滚滚的脑门上 哼 这一回倒不是阎武闷声惨叫 而是檀棚甩着肿起来的手掌 嘶嘶地抽着冷气 嘶 你还戴个头盔啊 阎武这才摸了摸头上自动护主 冒出来的领保头盔 掐着腰 隔一洋洋臂笑道 嘿嘿嘿 小爷我好歹也是堂堂的圣武者 也是要有尊严的 怎么能一直给你打呢 男人头 女人脚 不能碰 谁碰谁死之道不 看你还敢不敢 话音未落 只听得碰地又是一声 不知何实力在阎武身后的情风 无非吹灰之气地直接将阎武的领保头盔拍得粉碎 全集 这位才说别人碰不得自己脑袋的圣武者 直接捂着脑袋蹲下了 老大 老大 你 你怎么也欺负人啊 秦峰抬起一脚轻轻将这口无遮拦的家伙踢到了旁边 笑着说道 叫你这家伙乱说话 风七月听得秦峰的话 脸上两片铜云已是散了许多 虽是避免了一时的尴尬 心里却是空荡荡地失落起来 次世看出了同样身为女人的风七月十分尴尬 一边的莫文景便开口解围道 有了一位神武镜的九天神黄武脉相当于多了一名至尊的战力 无尽堡垒一战对于我们联军是重大的利好 然而就在这时 秦峰确实笑道 无尽堡垒 如何攻破 我自己已经有对策了 第1580张秦峰太欺负人了 听得秦峰的话 众人皆是已愣 旁边的赵日天挠了脑脑袋 不解问道 你怎么说想到对策就想到对策了 你啥时候想到的 秦峰淡淡笑着说道 在帮风七月对抗妖界天道时想到的 当时 人群里又是一整天的惊叹声传了出来 在与妖界天道对抗 那样坚不容法的战斗中 居然还能够分心思考战略 你这脑袋 究竟是什么构造啊 赵日天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更加匪夷所思地问道 想不到秦尊居然神道如此程度 天哪 难怪秦尊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就从五脉都没觉醒的普通人成长为了真武至尊啊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这是天生的差距 没有办法 听着身边一片的一美之词 以及羡慕嫉妒恨 秦峰也是淡淡笑着 谦虚道 之前一直一筹莫展 倒是在为七月做节主的时候有了灵感 北斗星君笑道 秦峰向来都是 有一说一 他说有办法了 那应该就是真的有办法了 李广和鬼谷子也在一旁说道 这么说起来 秦尊 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吗 秦峰轻轻挤掌 笑了起来 还真的有要劳烦各位的地方 莫文景笑道 能为秦尊攻破无尽堡垒的奇策出力 我等乐意至极 秦峰淡淡一笑 算是对众位至尊好意的感谢 请在两日之内 将个人门下弟子提升到要突破的瓶颈 武圣可以 武神也可以 若是真武至尊 更是锦上添花 再好不过了 听得秦峰的话 众人皆是不明所以 只有刚刚在妖界突破了境界的风 七月陡然会议 家主大人 你该不会是要 秦峰微笑汗手 却仍旧故作神秘道 不可说 此为天机 不可说 却说秦峰这般故作神秘的模样 一下子就把大家都给逗乐了 好了 秦峰是家的人 就都由我来训练吧 秦峰见大家不再紧张 便又说道 我攻破无尽堡垒的计划 大家的力量都不可或缺 无尽堡垒之内 巴罗萨等人此时此刻则是如坐针毡 像是被放在火上烤一样 废物 你们都是一群彻头彻尾的废物 巴罗萨气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对着逃回来的众多妖尊 破口大骂道 你们一群妖尊 带了这么多的妖神和妖圣 还让你们准备了圣影珠 本作也给了你们灵机决断 可以杀人的许可权 你们居然才带回来三百万百姓 整个仇物妖国这么大 你们就带回来三百万 他气的口水都呛住了 你们是要气死本作吗 上面的巴罗萨震怒雷霆 下面的妖尊们确实哆哆嗦嗦嗦 连话都不敢说一声 本作在问你们话 你们都哑巴了 巴罗萨气的浑身发抖道 既然你们不说话 装哑巴 那本作就割掉你们的舌头 让你们一辈子做哑巴好了 反正你们留着舌头也没有用的 巴罗萨见这些妖尊还不敢说话 更是暴怒道 你们不解释一下吗 居然丢了七颗圣影珠 你们是遇到谁了 你们弄丢一到两颗圣影珠 本作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毕竟秦峰如果出手 凭借你们这些废物 根本是阻挡不住的 听得这话 下面跪着的六个妖尊 当时如蒙大赦 连连点头 另外一个则是沉默不语 就在这时 巴罗萨的话风一转 但是他争吟道 难不成你们七个人遇到的 还都是秦峰不成 被秦峰结集的六名妖尊 当时一口同声回答道 对啊 对啊 都是秦峰啊 大人 真的是如此啊 我等能够活着逃回来 已经是使出浑身解数了 各位妖祖护法大人 要在无尽堡垒内 巩固吸收妖月的力量 这种事情只好小的门去 但是遇到秦峰 真的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啊 听得这六名妖尊 一口同声的叫苦 巴罗萨身后的 平天妖尊 也是眉头一皱 秦峰一个人 劫走了你们六个人的 圣影珠 六名妖尊又一起点头 平天尊者 您知道的 秦峰的实力 可不得要命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啊 巴罗萨这才将 怒火稍稍收了起来一点 对那一直不说话的 第七名妖尊问道 那你呢 你怎么会丢了圣影珠 那妖尊只得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就是遇到了个女人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就把我的圣影珠 给劫走跑了 我该死 旁边的小天尊者追问道 是不是个红衣服的女人 长得还很好看的 那妖尊陡然一惊 旋即点了点头 心里嘀咕道 这小天尊者居然还关心 人家好看不好看啊 不愧是尹虎啊 听得这妖尊的话 小天尊者砸了砸嘴里 才长好的牙齿 都弄道 那你没什么好懊恼的了 你遇到的是秦峰的老婆 人家手里有天外天的羽黄疾精 没弄死你 已经算是很走运了 也就是说 七个被劫走的圣影珠 六个被秦峰劫走了 一个被秦峰的老婆劫走了 秦峰这可有真欺负人的 巴罗萨奇的腮帮子都要炸了 龙须不断地吹起来 可恶的秦峰 他抬起头来 看向无尽堡垒上方的血月 强压住怒气 冷冷诅咒道 只要你敢来无尽堡垒 本尊 本尊一定要用妖月之力 把你 把你给撕 成 碎 骗 但是一旁的小天尊者 和平天尊者皆是面带忧虑 低声问道 巴罗萨 我们虽然得到了 妖月之力的贯注加强 但毕竟只是个人战力 要想全灭人族大军 恐怕还得要无尽堡垒发动才行 平天尊者道 如今少了七百万的 仇物妖国祭品 这无尽堡垒的发动 天地灵气是肯定不够的 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此刻 巴罗萨却是一位身长地 看了身后跪着的 七名妖尊一眼 他仰起头来 冷冷而笑 让所有听到这小声的妖族 都感到不寒而栗 嘿嘿嘿 办法 总会是有的 福尔公文 可怜 可怜